霸天五魂 第五千一百六十一章 战齐飞 作者 千里牧尘 哈哈 原来你就是那个被两位公主殿下看好 平步青云 短短半个来月 就从普通士兵成为了五成城防军统领的灵霄啊 齐飞突然笑了起来 走到灵霄抱拳失礼 我那哥哥也是蒙你照顾 如今还躺在床上不省人事呢 灵霄淡淡一笑道 想杀我的人多半都死了 他能活下来 应该感谢我的不杀之恩 灵霄说话是一点都不客气 完全针锋相对 他很清楚 齐飞既然知道了五成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一定有人千里传音了 齐飞是不可能放过他的 无论他态度好坏 结果都是一样 那又何必遮遮掩掩呢 好一个狂妄的小子 刚刚还觉得 你替那黄金王跑腿 有几分可怜 现在却真得是难以让人生出怜悯之心啊 叶华的眼神变得冰冷起来 灵霄不知道齐飞给他灌输了什么 但这叶华真得是病得不轻 难道恋爱中的女人都这么傻吗 叶华 这位可是击败了齐衡 成为城防军统领的 背后又有两位公主亲爱 狂妄一点也是正常 我倒是很感兴趣 这位兄台的实力 不如今天给咱们露两手如何 齐飞看着叶华 笑了笑道 剑王城上午 初次见面也是以切磋来交朋友 若是兄台不肯赏脸 恐怕就是不给剑王军面子了 这齐飞果然也是个狠角色 他这一句话 就把灵霄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若答应 必然会有麻烦 若不答应 恐怕会被剑王军的人瞧不起 留下不好的印象 之后的很多事情 可能都不好办了 不过真的是进退两难吗 灵霄冷笑了一声 他的选择只有一个 切磋吗 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 是阁下出手吗 当然不是了 若我出手 即便赢了你 只怕你也不会服气的 这样吧 听说你击败了我的哥哥 我哥哥齐衡 是神体进八重巅峰修为的舞者 不过刚刚突破 我就派一个神体进八重巅峰修为的舞者 与你一战如何 齐飞这家伙 还真是动了心思了 他今天提议切磋 只是想要挫挫灵霄的锐气而已 并非想要杀灵霄 因为他还不敢 光天化日之下 对灵霄出手 剑王绝对会阻拦的 到时候 反而是他有麻烦了 但教训一下 总该没问题吧 其实他心中根本就不幸 灵霄这个 看起来只有神体进六重巅峰修为的舞者 能够击败他哥哥 肯定是用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手段才对 所以 神体进八重巅峰修为的舞者 绝对能够将灵霄击败 而且他最恶毒的是 派出的这个人 隶属剑王军 但却早已经被他买通 他说是切磋 却暗中逐一 这人有机会就将灵霄干掉 这样一来 灵霄的死与他无关 而且还会影响到 黄金王与剑王的关系 简直一举多得 灵霄刚要说话 齐飞又道 若是兄台不答应 其实也无所谓 毕竟兄台可是黄金玉的 城防军统领 我们这流放之地的舞者 是没法给你比的 您瞧不起也正常 齐飞这家伙就是要堵死灵霄拒绝的路 其实他大可不必这么做 因为灵霄可没打算拒绝 叶华分明也猜出了齐飞的想法 于是补充道 也是 别人背后有两位公主殿下撑腰 真要是在这件王城中被打伤了 那公主殿下怪罪起来 我们也担当不起啊 所以说 还是算了吧 这位灵霄统领 我会把秘纸交给父亲的 您还是回吧 免得这肮脏的空气 玷污了您那高贵的呼吸道 叶华这个女人的话 可以说是极为讽刺了 灵霄听罢却是一笑 你们无非就是想要逼我动手吗 何必如今大费周章 我答应就是 听到这话 叶华和齐飞都是一笑 正要找那神体进八重巅峰修为的舞者出战 却被灵霄拒绝了 不必那么麻烦 这个提议是齐飞副将提出来的 不如就由齐飞副将与我切磋吧 灵霄淡淡道 您该不会怕输吧 齐飞愣了一下 灵霄的提议打破了他的计划 如果他出手 可就没法击杀灵霄了 但叶华显然不知道齐飞的想法 还在那里窜多 齐飞哥哥 既然他那么希望出丑 就成全他吧 给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一次教训 让他以后都不敢到剑王城来 事到如今 齐飞也是没办法推脱了 他逼迫灵霄出手 灵霄答应了 灵霄让他出手 如果他拒绝 那就是他胆怯了 罢了 齐飞看向灵霄道 切磋归切磋 但拳脚无眼 若是伤到胸台 还望见谅 你伤不到我 因为击败你 我只需一招 灵霄淡淡抽出逆神剑 冷漠地看着齐飞道 上一次选拔上 他没有用九龙神诀 也没有在一开始就用魂剑术 否则的话 齐恒一招就得输 今天不一样 他要狠狠震慑一下 这些骄傲的剑王军武者 就得干脆利落地将齐飞击败 只是究竟要用九龙神诀 还是用魂剑术 这是个问题 你口气还真是大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叶华讽刺道 若是齐飞哥哥这么说 我还能接受 而你 齐飞也是一脸的笑意 你还真是看得起自己啊 我可不是我哥那种废物 你击败我哥 都花费了那么长时间 竟然敢说一招败我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办 迎宾楼中有专门切磋用的擂台 齐飞先一步跳了上去 他心中压着一团火 灵霄这兔崽子 竟然敢瞧不起他 简直欺人太甚 来吧 齐飞为了不出丑 所以也并未轻敌 一开始 就释放出了犬神武魂 而后选择了犬神附体 手中亮出一杆长枪 指向灵霄 灵霄跃上擂台 淡淡看了齐飞一眼 而后逆神剑中神员猛然凝聚 他最终决定 用九龙神诀 魂剑术太隐蔽 无法达到震慑的效果 而九龙神诀则不一样 一条金黄色的神龙 在逆神剑上跳跃 竟然被逆神剑的力量 染成了黑色 邪恶的黑色 杀 灵霄第一瞬间就冲了出去 他说了一招败敌 就一招败敌 所以 不能给齐飞准备时间 若是齐飞反应过来 这一招就不灵了 九龙神诀虽然强大 可齐飞肯定有挡住 或者躲开的方法 只有出其不意 才可能一招取胜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62章 一招败齐飞 作者 千里牧尘 眼见灵霄公来 齐飞也不敢怠慢 但他毕竟是神体进九重 前期修为的高手 要让他全力以赴 显然不太可能 就算想着不要轻敌 可心态上 仍然会存在轻敌的念头 而且 身为强者 他怎么会防御呢 灵霄多敢攻击 他自然也要攻击了 这才是强者的风范 他手中长枪一抖 枪尖之上 泛着火红色的静气 同时一条火红色的狼犬 虚影自长枪窜出 飞向了灵霄 狼犬发出低沉的嘶吼 透着狂暴无比的气息 就这随意一击 威力便比齐横最强的攻击 还要强上许多 不过 面对这强悍的一击 灵霄愣是眉头 都没有眨一下 只是手中 逆神剑猛然刺出 有低沉的龙银之声响起 一条血金色的神龙 破空而去 与那狼犬虚影 撞击在了一起 九龙神诀 比起最开始修炼 九龙神诀的时候 显然这条神龙的气势 又威猛了许多 哄 神龙迎风舰掌 咆哮一声 直接撕碎了 那狼犬虚影 之后毫不停歇地 扑向了齐飞 此时 两人之间的距离 不过五六米而已 这短短的距离之内 齐飞是做不出任何反应的 因为九龙神诀的速度 也是极快的 所以 避无可避地 神龙直接装上了齐飞 将齐飞撞飞了出去 重重摔落在了擂台之上 张口就喷出浓浓的鲜血 这还得亏齐飞身上有防御宝物 在关键时候 救了他一命 若无任何抵挡 这一击 就能将齐飞直接诛杀 迎兵楼里一片死寂 原本对凌霄那轻悦的眼神 都变成了惊恶 谁能料到 凌霄竟然真的一招就击败了齐飞 虽然这主要是靠着出齐不易取胜的 但赢了就是赢了 即便齐飞不服气 也没有用 齐飞哥哥 夜华半晌才回过神来 急忙冲了过去 齐飞哥哥 你没事吧 他还死不了 凌霄的声音突然响起 不愧是其家人 身上的防御法宝不错吗 只可惜方才一击 应该已经碎了吧 随着凌霄这话音落下 只听得咔嚓一声 从齐飞身上掉落下来一个护心镜 这护心镜释放的护臂 可以瞬间护住要害部位 可惜九龙神爵威力实在太过强悍 连这东西都毁了 凌霄感觉到一阵疲惫不堪 不过这个时候 显然不能倒下 所以他强撑着精神站在了那里 给我抓住他 夜华歇斯底里的吼道 虽然他这么吼了 不过他身旁的人却并未动手 剑王军不是他夜华的 而且剑王军是有傲气的 这是公平对决 灵霄赢了就去抓 这显然会坏了剑王军的名声 即便是那个效忠于齐飞的舞者 也没有动手 他是埋藏在剑王军中的暗棋 若是他出手 就等于暴露了自己 而且说实话 他也没什么信心面对灵霄了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的灵霄 可是非常脆弱的 体力几乎耗尽 真要攻击 灵霄肯定承受不住 当然 灵霄身边还有冷媒和月芳华 他们自然也不可能坐视不理 怎么 夜华副将 这是要言而无信吗 把剑王军的面子 放在地上踩了 灵霄看向了夜华 讽刺道 不知道这剑王为人如何 但他的这个女人 真得是蠢得可以 我管你那么多 敢伤我齐飞哥哥 我要你命 夜华看到旁人不愿意出手 于是亲自出手了 他的修为 也达到了神体进九重前期 不过实战能力 肯定比不过齐飞 月芳华和冷媒都站了出来 他们当然要阻挡这个夜华 不过那齐飞倒是一点阻拦的意思都没有 不管是夜华杀了灵霄 还是灵霄杀了夜华 对他们齐家来说都是最有利的 妹妹 住手 突然一个虚弱的声音响了起来 只见一个白衣少年坐在轮椅上 被人推到了迎宾楼 父亲担心你胡来 刻意命我前来查看 夜秋 灵霄看向了那少年 根据黄玉的描述 这应该就是夜秋了吧 经历了十年前那场变故 现在已经二十六岁的夜秋 变得稳重了很多 不过也是几乎成了废人 不仅神员无法动用 而且双腿也没了知觉 那轮椅显然是请了名师打造 利用临时驱动 就可以带动轮子转动 甚至是飞行 上面还有不少的法阵波动 可以看出来是帮夜秋防身用的 而且 为夜秋推着轮椅的那名女子 实力也是非常之强 哥 夜华好像很怕自己的哥哥 尽管这个哥哥已经残废 他也似乎很是忌惮 不怪我 都是这个人 明明来了咱们见王城 还敢出手伤人 我也是为咱们见王军讨回一个公道 休要叫变 夜秋冷冷道 这些年 父亲因为我的事情 对你是格外溺爱 真是把你宠坏了 公平比武 输了就是输了 竟然还要找别人麻烦 你这是想要我们见王军的名声 都变臭吗 回去 带着齐飞赶紧去疗伤 哦 夜华无奈 狠狠瞪了灵霄一眼 吩咐人将齐飞背起来离开了 哗 夜华离开的那一瞬间 迎兵楼里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为夜秋 更为灵霄 夜秋的公正 不骗不私 让他们尊重 灵霄以神体进六重巅峰 修为一招机 拜神体进九重前期的齐飞 更值得推崇 之前他们还听信了那齐飞所言 以为灵霄是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腕 才夺取了城防军统领的职位 可是现在 他们完全没有那种想法了 灵霄用他强劲的实力 证明了自己 同时也让这些人 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或许这是齐飞 怎么也没有料到的吧 一场切磋 本是为了让灵霄出丑 甚至弄死灵霄 结果自己受伤不说 还丢尽了颜面 一直以来在军中树立的形象 可以说是瞬间崩塌了 当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 灵霄 家妹多有不敬 还望见谅 父亲今日 有重要的客人要见 所以才没能出来迎接 还请不要在意 叶秋虽然说话中期不足 而且身体虚弱 但这个人确实比他 那个妹妹好太多了 不管是说话 还是行为举止 都透着一个将领 应该有的风范 看来是个做大事的人 只可惜身体残废了 也无法使用神怨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一百六十三章 叶秋 画天一 作者 千里牧尘 当然 灵霄不知道的是 叶秋早就到了 若是他灵霄输给齐飞 叶秋恐怕不会 对他如此客气 这一切 都是他用实力换来的 能问一句吗 若是方才齐飞真的要杀我 公子会否相救 灵霄可不是三岁小孩 轻易就被别人的热情所折服 他很清楚 这一切 不用感激任何人 应该感激的 是他的实力 当然 叶秋毫不犹豫地说道 眼中没有丝毫的虚伪 不过 灵兄应该不用我救吧 您旁边这两位 任何一位实力 可都不比那齐飞差吧 呵呵 过奖了 灵霄倒也没有否认 若真是拼杀 无论月芳华还是冷媒 都能要齐飞的命 公子 我们也该回去了 今日王爷见的那贵客 便是一位厉害的钥匙 那可是齐飞副将举荐的 齐家 为了这件事情 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即便公子不信 也该试试 或许真得可以重新站起来 那推着轮椅的女人 突然对叶秋说道 那钥匙是谁 叶秋淡淡问道 听说是叫华天一 人称尿首一县 是十二人仙之一 华佗的后人 那女子又道 竟然是华天一 叶秋明显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这华天一在黄金五国 可是非常出名的 传闻就没有他治不了的病 当然 传言或许夸张了一点 但这么有名气的人 应该是有本事的吧 好吧 咱们回 正准备离开 忽然想起什么 他又扭头对林霄道 林兄先在迎兵楼中暂显 晚些时候 父亲自然会接待你 叶公子且慢 林霄忽然想到了 如何拉拢贱王的办法 他的医术 不敢说绝世无双马 但最起码 他师尊的医术 那肯定是整个玄界都无人能及的 如果他能够把这叶秋治好 那贱王就得欠他一个大人情啊 若得到贱王相助 那么霸天帝国进军永生神域 就变得简单了许多 估计那起飞举剑华天衣 也是想要拉拢贱王吧 贱王对这个独子叶秋 可是非常其重 因为叶秋的事情 竟然跟黄金王翻脸 那么叶秋一旦被治好 就算不投靠齐家 也肯定会帮助齐家的 林霄对黄家无感 但这贱王 却是他可以用到的人 林兄还有事情 叶秋好奇地问道 我倒是也懂得齐皇之术 而且颇为精通 不妨叶公子 先让我查看一番如何 林霄问道 你 叶秋愣了一下 说实话 林霄的话他是不信的 毕竟林霄太年轻了 这么年轻的舞者 还是要诗 他不能不怀疑 只是查看一下 不碍事吧 林霄笑道 那好吧 叶秋终究还是想要结交林霄 所以不愿意直接拒绝 更何况只是检查而已 又不是治疗 倒也无妨 林霄见他答应 方才上前搭卖 输入神员 同时开启太极眼检查起来 大约五六分钟之后 林霄放下了叶秋的手 皱起了眉头 阁下若是没别的事情 我们可以走了吧 那推着叶秋的女人 显然有些不耐烦了 觉得林霄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林霄却没有理会她 而是看向叶秋道 你中的是咒毒对吧 听到这话 叶秋眼睛一亮道 没错 光知道是咒毒又如何 一般的药师查看一下也知道 那女子又道 那她们可知道 这种咒毒 乃采集了万年以上的尸体怨气炼制而成 林霄反问道 什么 这一次 那女子不反驳了 反而非常惊讶 这种事情 能看出来的 可是寥寥无几啊 这些年 剑王没少请药师来治疗 但能看出这一点的 真没几个 最起码说明 林霄是要师里面比较出色的了 这尸体 应该是万年前黑死蛇的尸体 林霄又道 这一回 叶秋和那女子 就更惊讶了 叶秋甚至直接问道 可有治疗方法 当然有 不过齐家已经为您聚见了明医华天医 我也不好抢了别人的病人 不如这样吧 若是她无法治疗 我再来想办法如何 林霄淡淡笑了笑 鱼儿上钩了 林霄 不如随我一起去将军府吧 两个明医在场 我更有自信一些 叶秋急忙道 这正是林霄所要的 她成功把握住了叶秋 急于恢复正常的心思 好吧 去看看也行 林霄点了点头道 请 叶秋比之前更加恭敬 之前只觉得 林霄是个天赋出众的天才 值得结交 而现在 那简直就是崇拜了 很快 几人就来到了将军府 此时 剑王正在与那华天医说话 而齐飞和叶华也在那里 看到华天医 林霄便明白了 齐飞应该是经过华天医的治疗 已经恢复了健康 这华天医 还真是有几分本事的 不简单啊 华天医须发皆白 俨然得到高人的模样 不过神情非常巨傲 即便是在剑王面前 也是端足了派头 秋儿 回来了 这几位是 剑王看到叶秋回来 便笑着问道 爹 就是那个家伙 打伤了齐飞 卑鄙无耻地偷袭 叶华突然大声道 住口 不等剑王表态 叶秋便力声喝道 叶华你够了 什么时候 竟然学会撒谎构陷了 明明是公平对决 在你眼里却成了偷袭 我不想再听到 你在诋毁林大师 否则 别怪我这个做哥哥的不客气 听到这话 剑王等人都是疑论 林大师 林霄什么时候成大师了 秋儿 你妹妹还小 不要那么责怪他 倒是你 为何与这人一起前来 我说过 不想见皇家派来的人 剑王咒没到 父亲 当年的事情 明明是我自作主张 拦截狂杀王 才会导致这样的下场 与黄金王无关 更何况 林大师虽然是皇家派来的 但您大概并不知道 他其实是一位 极为厉害的药师吧 甚至看出了 我所中的是咒毒 还是万年黑死蛇的 怨气炼制的咒毒 叶秋非常认真地说道 那也没什么 能看出来 并不代表就能治疗 叶公子这意思 不愿意接受老父的治疗了 那边华天一的脸色有些阴沉 显然是不高兴了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五千一百六十四章 黑死蛇咒毒 作者 千里牧尘 华前辈多虑了 晚辈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 特地来拜会的 解毒的事情自然还要靠您 晚辈倒是可以替您打打下手 叶秋尚未说话 灵霄却笑道 他今天来有两个目的 其一 如果华天一真能解毒 他必然要从中作梗 不让其成功 然后自己代替治疗 其二 如果华天一不能解毒 那他就代替华天一 因此 过早与华天一把关系 搞僵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毕竟目前来说 剑王还是相信 华天一更多的 嗯 不是更多 估计对华天一 那是完全信任 如果他与华天一把关系搞僵 那到头来 尴尬的只能是他 打下手就算了 我并不喜欢用一个陌生人 齐飞 你来替我打下手吧 华天一旦旦 看了灵霄一眼 显然再不把灵霄放在眼里 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子 能对他构成多少危险 而且 华天一似乎也明白 眼下针对灵霄 也不好 倒不如治好了夜秋之后 那时他说什么 估计剑王都会答应的 烦请夜秋公子进屋吧 华天一看向夜秋 做了个请的手势道 其余人就留在外面等着好了 这恐怕不行 剑王皱眉道 还是让我陪同吧 他显然是担心 有人要害夜秋 他却不在身边 以夜秋如今 手无缚鸡之力的情况 会被暗算的 总不能一直坐在 那轮椅之上吧 关键以前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险些酿成大错 罢了 剑王一人跟随即可 岂非你也来吧 华天一并不坚持 点了点头道 随即便和剑王 一起进入了房间之内 从一开始 剑王都未曾正眼 看过灵霄一眼 似乎他这个人 完全不存在死的 灵霄倒也能理解 这恐怕也是恨乌吉乌啊 他做这皇家的使臣 还真是有些倒霉 倒不如以自己的身份来呢 不过事已至此 也不用想那么多了 剑王最起码 没有像夜华那么排斥他 这就算不错了 华天一和剑王 踏入房间之后 齐飞突然来到 灵霄身边 压低了声音道 灵霄 夜秋一旦治好 便是你的死期了 相信在这流放之地 死一个黄金域外圈的 城防军统领 估计也没有人会在意吧 说完话 他便转身也进入了房间 看着那齐飞的背影 灵霄冷笑了一声 以为不让他进入房间 他就没辙了吗 走着瞧吧 灵大师 那齐飞说了什么 夜秋好奇地问道 没事 公子赶紧去治疗吧 若察觉到有什么不对 尽管喊出来就是 若喊不出来 只需念头一动 我便能感觉到 会立即进去救你 其实灵霄觉得 剑王挺好笑的 即便剑王跟进房间 又能如何 一个药师想要害人 还会让你看出来 除非是实力 比这个药师更强的同行 不然就算瞪大了眼睛 也是白大 他总感觉 这齐飞不会那么好心 齐家可是 想要得到剑王军 让齐飞跟夜华成亲的 如果夜秋恢复过来 那对齐飞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希望他是启元忧天吧 好 有了灵霄这番话 夜秋便有了底气 其实他还是更愿意 相信灵霄的 因为灵霄的眼中 有一股真诚 这是很难装出来的 而那华天衣 则太过事故 房门关上之后 灵霄便开启了太极眼 即便是站在外面 屋内的情况 也能了若执掌 进屋之后 夜秋被扶到了病床之上 而后剑王便非常诚恳地 看向了华天一道 先师 此番就拜托了 若能治好秋儿 我愿意答应您的请求 听到这话 旁边的齐飞明显脸上一喜 估计这所谓的请求 肯定跟齐家有关系吧 这齐家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华天衣点了点头 便坐在了床边的椅子上 而后检查起了夜秋的情况 片刻之后 忽然脸色一边道 竟然是咒毒 而且是万年黑死蛇的怨气炼制而成 公子中毒时间太长了 已经毒入骨髓 便是大罗神仙 恐怕也无法完全彻底驱除 而且因为这咒毒 江湖长时间被剑王阁下以神缘压制 一旦扩散 那将是破滴的洪水 拦也拦不住了 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啊 江湖骗子 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 先把对方的病情说得很严重 让对方绝望 然后再说 自己能治疗 让对方把自己当成救世主 果不其然 剑王的脸色瞬间大变 竟然是差点晕了过去 纵然他是个硬汉 可是关系到儿子的性命 他也承受不了啊 先师 您一定可以帮忙对吧 剑王突然一把抓住华天一的肩膀 激动地问道 眼中透出息迹 那就仿佛是溺水的人 希望可以抓住岸边的救生圈 将军 先是一定没问题的 齐飞在一旁安慰道 华天一看看差不多了 便笑道 虽然如此 但我祖上乃是十二人仙之一的华佗 你算是找对人了 恐怕这世上 除了我之外 再无别人能够救他 剑王明显松了口气 这个以往精明的将军 如今却完全是当局者迷了 被情绪彻底左右了他的思维 齐飞 拿工具 华天一对齐飞说了一声道 明白 齐飞将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拿了出来 那是十几瓶齐一的药水 以及三十多根银针 华天一对银针消毒之后 轻轻用药棉将药水涂抹在上面 刺入到了叶秋的穴位之中 随着银针入体 叶秋哼记了一下 但并未有丝毫的痛楚 这老家伙 医术真得很厉害 尤其是这失真技巧 当真是极为出色了 灵霄不由赞叹道 主人 你怎么还有心思称赞那家伙啊 若是那华天一真得治好了叶秋 咱们可就倒霉了 冷眉苦笑道 无妨 灵霄笑了笑 并未解释什么 依旧看着 此时华天一再失真 房间里可以说是鸦雀无声 屋外的人也不敢搞出什么动静 灵霄看到了叶秋身上 那猙獰的咒毒痕迹 那仿佛是一条蛇 盘踞在叶秋身体之中 这条蛇会慢慢长大 估计十年前还只是蚯蚓大小 而金雀已经有一米多长了 几乎盘踞了叶秋整个身躯 看得它也是不由感叹 这叶秋竟然能活到现在 看起来是遇到贵人了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五千一百六十五章 救人还是害人 作者 千里牧尘 若非当年有贵人 替它压制住了黑死蛇咒毒 恐怕叶秋早就死了 不会挨到今天 咦 灵霄忽然皱了皱眉 这家伙 果然目的不纯啊 灵霄是行家 所以能看出 华天翼所做的事情 而屋内的剑王 完全就是个外行 根本不知道 华天翼在鼓刀些什么 华天翼所做的事情 他都没有反对 只是静静在那里看着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时间在一分一秒之中过去 华天翼已经 将那三十根银针 全部扎在了叶秋的身上 仔细看去 竟然仿佛一座囚龙 将那蛇纹囚禁了起来 隐约之间 竟然有阵法的波动浮现 这不由让剑王眼前一亮 心中赞叹 仙师果然好本事 竟然除了齐皇之术外 还懂得阵法之术 此时 他对这华天翼 显然是更加信任了 当银针完全用完之后 华天翼便催动神源 贯注于那三十根银针之上 随着这个举动 那些银针颤抖了起来 而叶秋身体上的蛇纹 竟然也开始颤抖起来 仿佛是在挣扎 想要逃跑 哪里逃 华天翼额头上滴出冷汗 虽然看起来很辛苦 但却没有放弃治疗 这把剑王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本就是个重情义的人 若是真有人救了他的儿子 他会一辈子感激的 随着治疗的继续 那蛇纹竟然越来越浅 最终完完全全消失了 与此同时 那三十根银针 却变成了黑色 甚至还透着一股腥臭的气息 成功了 剑王激动地 看向了华天一 问道 十年了 他不知道请了多少名医 为夜秋治疗 可最终都是功亏一篑 而今天 竟然成功了 这让剑王感觉仿佛做梦一般 即便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就得成为齐家的爪牙了 但他不会后悔 只要儿子能好起来 为齐家办事又如何 当然是成功了 这银针之上的黑色 便是咒毒所化 我先祖传下了银针驱毒之法 配合阵法 妙用无穷 那些药水 也是祖传的秘方 这世上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懂得配置 本来这些我是不会轻易显露的 因此治疗一次 要消耗太多的精力 会疲惫不堪 今日为了贵公子 我也是完命了 若是有一点差池 恐怕先死的会是我 那剧毒可不是好玩的 华天怡这番话 无非是告诉剑王 他治疗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他的功劳有多么多么大 剑王扶着华天怡道 先师辛苦了 这次的酬劳 必然不会亏待了您 对华天怡来说 虽然他是齐家请来的 不过他自己也想得到一些好处 剑王的承诺 让他心满意足 这些年 剑王镇守流放之地 可没少弄到宝贝 来人 把那几个来自黄金玉的使臣抓了 剑王突然对着门外下令到 他答应过齐飞 若是叶秋被治好 那么就会立即将灵霄抓起来 区区一个使臣而已 剑王根本不在乎 齐飞是要杀还是要寡 都随他的便 得令 外面传来声音 齐飞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灵霄啊灵霄 没想到吧 上一次虽然因为大义败给了你 但你终究还是要死于我手啊 然而就在下一刻 外面传来惨叫之声 直接将房门都被撞碎了 灵霄独自一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冷媒和月芳华正在战斗 剑王若是现在抓了我 我保证七日之后 叶秋就会独发身亡 他看着剑王毫不客气地说道 被人骗了还要替人数钱 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 不仅自负 而且愚蠢 灵霄 你胆子好大 竟然敢在将军府动手 还诅咒叶秋公子 你这是要干些什么 齐妃力声喝道 诅咒 灵霄不屑地冷笑了一声道 先前以为 华天一真得是一位高人呢 却没想到他不是在救人 而是在害人 看似除去了咒毒 实则不仅没有除去 反而还使得咒毒变得更加凶猛 奇心可诛 听到这话 剑王不由愣了一下 关系到他儿子的事情 他可不敢大意 都先停下 他对外面那些 正在对付月芳华和冷媒的人 喝令道 剑王阁下 我辛苦为贵公子治疗 如今却被人诽谤 难道您也要相信他吗 华天一脸色 骤然阴沉下来 但也能看到 眼神中闪现的一抹慌张之意 先师莫要生气 关系到犬子的安全 有些事情 还是说清楚的好 剑王淡淡说了一句 而后看向了凌霄道 小子 若你是胡言乱语 今日便要血剑当场 现在 告诉我 怎么回事 凌霄也看向了剑王 冷笑道 剑王阁下 你的态度我很不喜欢 若不是与夜秋公子投缘 我也不会出这个头 不过这笔账 咱们容后再算 现在 救人要紧 说完话 他静止走向了 华天一的工具箱 因为要验证自己的判断 华天一和齐飞 自然要阻拦 不过却被剑王挡住了 两位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若是证明有差 我愿意跪下赔罪 但现在 就按照他做的做吧 剑王这人 倒是没有完全老糊涂 比他那个女儿 夜华不知道强了多少 趁着剑王拦住 华天一和齐飞的时候 灵霄检查了一下 那些药品和银针 果然如此 华天一 你的心肠可真是歹毒啊 身为药师 竟然图谋害人 真是不配 你这仙师之名 灵霄冷笑道 剑王 这些药品之中 根本不是什么 治疗用的药水 而全部都是剧毒之物 那银针变黑 也不是因为被咒毒感染 而是剧毒药水 产生的变化 若是不幸 可以让人去化验一下 便知道了 华天一 他说的可是真的 剑王立声问道 剑王 你不要听那小子胡说 虽然那药水 都是剧毒不假 但我用的是 以毒攻毒之法呀 华天一说道 还要狡辩吗 你真得明白 什么是咒毒吗 虽然这世间 也有以毒攻毒的说法 但咒毒并不在此脸 无论什么剧毒进入 都会被咒毒 当作食物吞掉 你根本不是在驱毒 而是在喂养那条黑死蛇咒毒 灵霄冰冷的声音 在质问华天一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5166章 灭口 作者 千里牧尘 那黑死蛇咒毒 被阵法困住 脱困 但只要力量变强 积蓄足够的力量之后 就能够挣脱阵法的束缚了 这期间 会有七日的间隔 所以这段时间 咒毒看似会消失 实则却是躲起来蓄积力量了 现在我问你华天一 给黑死蛇咒毒 喂食那么多的剧毒之物 究竟异于何为 灵霄这番话 可谓字字诸心 句句切中要害啊 臭小子 你血口喷人 华天一明显已经慌了 因为灵霄说的 都是真的 这让他有一种被看透了的感觉 剑王阁下 我千里迢迢来到剑王城 只为救治夜秋公子 不曾想您 既然因为这小子的胡话 就要怀疑我吗 华天一怒道 既然如此 你剑王城若是再有人出事 可别来求我 老夫告辞 他连酬劳也不要了 着急就要离开 拦住他 剑王冷冷道 先师何必着急离开呢 若是这小子污蔑您 我定然向您赴金请罪 这剑王 还真是不怕得罪人啊 之前对灵霄态度就很霸道 灵霄还以为是受了皇家的影响 现在看起来 剑王本就是这样的人 对事不对人 外面一大队人马 本来是过来抓灵霄的 此时却变成了阻拦华天一 华天一脸色惨白 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若是真得被戳破了 今日恐怕要遭受剑王的雷霆之怒 可他没有办法 专注于医学的他 修为上可不是很强 灵霄 你说的那些话 可以证实吗 剑王问道 毕竟我可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推测 就对一位先师出手 当然 灵霄很干脆地点了点头道 没有这金刚钻 我也不会懒这次气活 黑死蛇咒毒 虽说隐藏了起来 但若有更美味的剧毒吸引他 他必然会暴露 正好本人也是个用毒行家 不会伤到圈吧 剑王皱眉问道 他现在已经病在旦夕了 再伤又能如何 还是说你就等七天后看结果 灵霄淡淡看着剑王道 父亲 不能让他胡闹 您今日怎么也糊涂了 齐家一直对咱们不错 华天一又是黄金五国最顶级的钥匙 您宁愿相信一个外行 竟然不愿意相信他们吗 叶华此时依然是执迷不悟啊 你闭嘴 剑王怒吓一声 看向灵霄道 开始吧 这绝对是个果敢的人 对于一个父亲来说 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 但剑王还是咬了咬牙 做出了决定 灵霄点了点头 释放出九头魔王蛇兽魂 最恐怖的剧毒渗透出来 让房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剑王甚至取出了自己的兵刃 以防万一 不用担心 比起你 我更欣赏叶秋 不会害他的 抗毒圣文 灵霄口中难难低语 而后以手为笔 在叶秋的身上 转刻了一个抗毒圣文 依然是一品圣文 这样就可以让叶秋 尽量免收剧毒之苦 竟然是圣文朔 看到这一幕 剑王非常惊讶 圣文宗覆灭之后 懂得圣文朔的人都已经成为了香伯伯 差不多都被各大势力瓜分了 没想到灵霄这么年轻 竟然如此轻易 就绘制出了一品圣文 要知道 他见过绘制一品圣文的圣文诗 少说也是神魂尽修为啊 片刻之后 原本已经完全消失的黑死蛇咒毒浮现了 明显比之前还要大了很多 这分明就是吞噬了剧毒之后成长了 看到这一幕 剑王眼中暴露出恐怖的杀机 他扭头看向了华天一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误会 一定是误会 对了 一定是那个灵霄 射什么要说 妙手一先 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叶华这个女人 真得是彻底没救了 到了现在 还替别人说话呢 你清醒一点吧 他可是 要害你哥哥的人 剑王冷冷道 叶华副将 您救救我吧 一定是那小子搞的鬼 华天一突然靠近了叶华 还没等叶华反应过来 华天一突然变脸 一枚剧毒银针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都别过来 否则我就杀了他 仙尸 叶华愣住了 他一直维护华天一 却没想到 自己最后竟然成为了别人的人质 叶华副将 对不住了 那灵霄狡诈 您就先委屈 成为我的人质吧 等我调查清楚了这件事情 再上门请罪 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 华天一依然在忽悠叶华 关键叶华这个蠢女人 居然相信 他刻意挡住了剑王的攻击角度 让剑王无法攻击华天一 华天一慢慢朝后退去 小子 总有一天 我会找你算账的 咱们没完 吃 就在此时 华天一未曾防备过的一人 发动了攻击 是齐飞 齐飞不知道何时 竟然已经走到了华天一的身旁 华天一对他毫无防备 被齐飞一指穿透了太阳穴 身体软了下去 当场死亡 甚至连最后的话也没有说出来 剑王看了齐飞一眼 皱了皱眉 谁都看得出来 齐飞这是杀人灭口 但人已经死了 就是死无对证 齐飞急忙跪下道 将军 是我识人不明 竟然让这种歹人 害了叶秋公子 可是这家伙 明明是黄金五国第一名医 实在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恐怕 你心里清楚得很吧 林霄笑了笑道 杀人灭口这一招 的确干得漂亮 你反应不可谓不快 只可惜啊 你的计划 恐怕是要落空了 你说什么 我完全听不懂 齐飞甘笑着说道 他心中已经把林霄恨死了 若今天没有林霄 在场的谁也看不出 华天移动了什么手脚 七天时间 足够他干很多事情了 计划就会顺利按照他的安排进行 可林霄的出现 让一切都毁了 听不懂吗 也罢 林霄不再说了 现在死无对证 说什么也没意义 齐家会把脏水 完全泼在华天翼身上的 将军 我会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 先告辞了 齐飞拱了拱手 转身离去 就让他这么走了 真好吗 林霄看向剑王道 您应该清楚 华天翼做的事情 都是齐家安排的 口说无凭 即便我知道又如何 他下手太快了 剑王摇了摇头道 他现在还不想得罪齐家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67章 人神匿 作者 千里牧尘 如果我告诉你 我能救活叶秋呢 林霄笑道 此话当真 剑王瞪大了眼睛道 自然当真 我可不是华天仪那种骗子 林霄道 若你能治好叶秋 齐飞和齐家安排在剑王城的人 我自然会连根拔起 从此宣布效命皇家 剑王道 不不不 林霄摇了摇头道 这是你欠我的人情 可不是欠皇家的 我希望您能帮我一些忙 帮忙 不必那么麻烦 若你能治好叶秋 我见王军从此听令于你 剑王说道 此话可谓是掷地有声啊 从他嘴里说出来 基本上就不会骗人 好 爽快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不过这个事儿容后再说 救治叶秋要紧 林霄道 要救治叶秋 需要几位药材 你马上派人去找 越快越好 七天之内找到 我有实诚把握 若是过了七天 则真得是大罗神仙也难救了 说着话 他将自己需要的药材 写在了上面 其实哪里需要什么药材啊 他写在那上面的 不过是自己想要炼制别的丹药的药材 将来霸天帝国那边来了舞者 一开始必须得凭借丹药来提升实力 他要的那些药材 大部分都是炼制法则丹的药材 虽然说 法则丹的主料是法则之花 不过辅助药材也是必不可少的 林霄身上恰巧没有 正好借用一下剑王城的力量 也是考察一下剑王军的实力 同时 驱毒太过容易的话 会让人觉得 他这事儿般的太轻松的 那可不好 我现在就派人去搜集药材 林大师也不必去迎兵楼了 直接住在将军府 我会命人收拾出厢房的 剑王道 听将军的 林霄点了点头 住在将军府 也是为了让剑王安心 另外 这里肯定要更安全一些 那齐飞被他破坏了计划 不可能会放过他的 肯定会想方设法弄死他 谁知道 齐飞在这里 有没有别的帮手 林霄离开之后 叶华便道 父亲 你难道真觉得 那个林霄 能把哥哥治好 华天意都不行 林霄就行 剑王叹了口气 说实话 他这也是被逼无奈了呀 如果真如林霄所说 叶秋只有七天可活了 他能怎么办 除了相信林霄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 没有 听天由命吧 若是这小子胆敢骗我 我一定杀了他 若是他真有本事 我将这条命卖给他又如何 剑王咬了咬牙道 父亲 我回去啊 叶华叹了口气 他现在很是矛盾 既害怕林霄能够治好叶秋 又希望林霄能够治好叶秋 经过一天的折腾 众人也都累了 于是 林霄 月芳华和冷眉 都盘西坐在房中休息起来 舞者休息 都是如此 在休息之中 依然能够修炼 第二日清晨 外面突然乱了起来 林霄 公主殿下要见你 是钟灵的声音 林霄睁开了眼睛 皱了皱眉 没想到黄雪这么快就到了 她实在不想见这个公主殿下 这位黄雪公主 满脑子都是算计 跟这女人待在一起太累 脑细胞一刻也不能休息 不过 眼下她有自己的计划 暂时还不想跟黄雪闹翻 于是收拾了一下 就出了门 黄雪就住在将军府旁边的皇家行宫之中 这航宫常年无人居住 但却一直都有人打扫 还是很干净的 不管环境还是面积 都要比将军府更加优越 林霄 谁给你的胆子 竟然还接下这样的活 要是失败了怎么办 你怎么跟我父王交代 黄雪看到林霄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训斥 公主殿下 你办你的事情 我办我的事情 井水不犯河水 何必生那么大气呢 林霄懒洋洋地看了黄雪一眼道 这个女人这一次也算是盟友了 不过也是危险的盟友 关键时候 谁也不知道 这女人会帮哪个 你还真是和以前一样傲慢 黄雪冷冷道 不过你似乎忘记了 这里不是黄金玉 也没有黄玉那丫头在 我若真杀了你 好像也没什么 反正流放之地死个把人 很正常 那公主殿下 为什么还不动手呢 林霄打了个哈欠道 我可是很累了 若公主不想杀我 我可就回了 简直冥顽不灵 黄雪恨得牙痒痒 滚 那公主殿下 告辞了 林霄笑了笑 转身离开 黄雪看着林霄离开的背影 当真不爽之极啊 她也想杀林霄 可是将军府早就放话了 林霄现在是将军府的贵客 谁敢伤她 就是跟整个剑王军为敌 黄雪即便胆子再大 也不敢这样做呀 她不爽的原因 就是在黄金玉 有黄玉和父王罩着林霄 结果到了流放之地 这林霄又瞬间得到了 剑王的庇护 这小子 怎么就这么大能难 公主殿下也不必着急 华天义都救不活的人 那小子怎么可能救活 肯定只是想找机会跑路而已 到时候 没了将军府的庇护 咱们杀她还不容易 旁边钟灵笑道 也只能如此了 黄雪压根就不相信 林霄能治好叶秋 真要能做到 那林霄岂不是成了神人了 接下来的三天 林霄一步 也没有踏出院子 沉浸在修炼武技之中 终于 逆神诀出现了突破的迹象 一字诗到十字诗完全合一 凝聚出恐怖的一剑 名为人神秘 这一剑施展出来 配合逆神剑 威力竟然超越了遮天邪手艺 甚至超越了 只有一条龙的九龙神诀 这还是林霄 没有完全熟练的情况下 不过也因为这一剑 搞出了一点事 那就是 直接把剑王给他的房间给毁了 动静传到剑王那里 叶华相当不满意 父亲 那林霄哪有一点 要为哥哥治疗的样子 每天就知道琢磨剑术 竟然把房子都拆了 您确定要相信他吗 都这个时候了 我还有得选吗 他要的那些药材 今天就可以集齐了 反正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 溜溜便是 剑王还是一如既往的坚定 那是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但凡有 恐怕他也不会把希望 完全寄托在灵霄的身上 这些年 他找的名医太多了 如今连华天意都办不到 以他的能力 也找不到更强的人了 只能看看 灵霄有没有本事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68章 沙厄将军 作者 千里牧尘 齐飞 你赶紧走吧 万一那灵霄当真 治好了我哥哥 你的情况 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剑王城某座府邸之中 齐飞带着一些人住在这里 夜华从父亲那里得知 药材全部集齐之后 就急忙跑到这里来报信 不慌 我就不信 滑天意都治不了的伤 那灵霄当真能治不成 齐飞脸色阴沉地冷笑道 不怕万一 只怕一万啊 夜华也不相信 灵霄能治好夜秋 可这世上 总会有万一的情况出现 他不想齐飞出事 不要太担心了 你帮我盯紧那灵霄 看看他 到底要搞些什么名堂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即告诉我便是 齐飞安慰夜华道 另外 我当然希望夜秋能够被治好 不过 若那灵霄当真招摇撞骗 你无比通知我 我要亲手杀了那死 以谢我心头之恨 难用得着你出手啊 他若是治不好哥哥 我父亲就不会饶过他的 夜华道 说的也是 好了 你先回去吧 免得你父亲又生气 齐飞轻腻地说道 齐飞哥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帮你的 临走之前 夜华还神情地对齐飞说了一句 而后才偏然离去 待夜华离开之后 齐飞那微笑的面容 变得猙獰冰冷起来 一个蠢女人 若不是要利用你对付贱王 我何必要说 那些令人恶心的话 她已经占有了夜华的身体 却从未把夜华当回事 因为这女人实在太蠢了 根本不适合做她的女人 不过长得倒是不错 玩弄一下 也挺有滋味的 公子这么做 是不是对一个女人 太过残忍了一些 房间中打开了一扇暗门 一人从其中走了出来 浑身透着凶煞的气息 争鸣无比 如果贱王在这里 一定会认出此人 竟然是狂杀王手下 左膀右臂之一的沙厄将军 狂杀王有两个强大的手下 沙厄将军最擅长的 便是刺杀 当然 她出现在这里 并非要刺杀齐飞 而是有事情要商量 大丈夫做事 不拘小节 齐飞淡淡道 倒是如今夜秋这个事情 成为了麻烦 那林肖欧可是见识过的 绝对不是个蠢人 她口口声声说自己能够治愈夜秋 虽然我认为 不过是胡话 但也不可不防 所以 这一次请沙厄将军过来 便是商量此事的 公子 也未免太谨慎了一点吧 那黑死蛇咒毒在夜秋的身体里 待了那么多年了 你可曾见过 有人能够破解 我们老大的咒毒 除了他自己 别人根本不可能破解的 所以说嘛 当初为什么不直接请我们老大出手 却去找什么华天衣 沙厄将军不屑道 当年的事情 剑王和黄金王并不知道 你们老大一旦出面 岂不是全都露线了 齐飞摇了摇头道 他父亲齐灵曾告诉过他一段密文 当年三王追缴狂沙王的过程中 其实犬王已经暗中与狂沙王见过面了 如果他当初没有放走已经重伤的狂沙王 就不会有后来夜秋被毒伤的事情 更不会有现在狂沙王的再度崛起 这十年间 齐家可是花费了不少资源 培养黑沙暴组织 黑沙暴组织也为他们做过不少的事情 外人都不知道他们之间竟然是合作关系 漏线又如何 那剑王显然没有与齐家合作的意向 不如早点解决得好 让我们老大成为流放之地的主宰 那个时候 你们齐家就更容易办事了 沙厄将军淡淡说道 事已至此 说那些也没用了 如今必须得做好最坏的打算 在灵霄能够治疗夜秋的前提下 考虑计划 宝物我们可以不要 但剑王必须得死 齐妃冷冷道 下定决心了吗 沙厄将军笑道 早该如此了 那么我这就回去向老大汇报 不用 让他到迎宾楼见我 有些事情 必须得见面相谈 一旦灵霄治好夜秋 我们就立刻展开行动 他们不是 想要那法则之花 和神明之果吗 咱们就给他 来个守株待兔 齐妃冷笑一声 已经想象到了 剑王兵败的场景 脸上不由浮现出了喜悦的表情 当天下午 剑王派人来找灵霄 说是药材全部集齐了 灵霄心道 这速度还算不错 说明剑王军的办事能力 还是很强的 这样他就放心了 毕竟以后霸天帝国 进入永恒神域的第一站 就是这流放之地 有剑王军守护 应该要更安全一些 带我去吧 灵霄起身 灌洗之后 便跟着前来找他的人 一起前往了 月芳华和冷媒 依旧跟在旁边 他们现在可是灵霄的保镖 不能随便离开的 当灵霄来到房间的时候 剑王 叶华 以及叶秋的母亲等人 都等在了那里 灵大师 药材已经齐备 不知道今日可否就开始 剑王是舅子心切啊 药材给我 灵霄淡淡道 把东西给灵大师 剑王吩咐道 旁边一人 应该是剑王的心腹 所有的药材 都在他的储物界里 灵霄转过来之后便笑道 不错 都是质量顶尖的药材 看起来剑王费心了 那圈是不是有救了 剑王急切地问道 我早就说过 只要你七天之内收集完药材 我有时辰把握救活他 灵霄淡淡道 其实 纵然七天时间 剑王无法收集全部药材 他也会出手救人的 叶秋这人不错 他可不想 叶秋就这么死了 那就太好了 剑王松了口气 虽然我不介意 你们在这里看着 但记住 治疗过程中不得说话 不得打断我 否则一旦出了事情 后果自负 灵霄看了一眼房间里的人 有六七个呢 于是便冷声说道 这一点 灵大师放心 剑王点了点头 灵霄便不再废话 走到叶秋身前看了一眼 那被他调出来的 黑死蛇咒毒 又藏起来了 不过在他的太极眼之下 根本无所遁形 其实他要治疗 过程非常简单 只需三种东西 第一种 便是他的九头魔王蛇兽魂 这是可以汲取 天下剧毒的兽魂 那咒毒同样包括在内 第二种 便是抗毒圣文 这是必须的 否则叶秋那脆弱的身体 根本扛不住剧毒的侵袭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5169章 为公子马首是瞻 作者 千里牧尘 第三种 当然就是养生丹了 这是为了调理叶秋的身体 而准备的 否则十年没动过神源 一旦咒毒解除 神源释放 那脆弱的身体 一瞬间就会垮掉的 因此 灵霄准备先以法阵 将神源封印 露出一个缝隙 缓慢释放 另外 以养生丹修复叶秋的身体 不出几天 叶秋便可恢复昔日的强大实力了 说起来复杂 但真正驱毒的过程 估计还不到一分钟 那样 显得有点太简单 唯恐旁人不幸 所以 灵霄一开始 竟然直接在房间内 炼制养生丹了 当然 炼制养生丹的材料 都是剑王派人找来的 他只需 花费一些气力罢了 灵霄 你这是何为 叶华看到灵霄不用炉顶 竟然在虚空炼丹 颇为惊讶 但他对这事情十分不解 就问了一句 滚出去 灵霄历声喝道 是我灵霄救人 还是你救人 刚刚说过的话 现在就忘记了吗 浪费了这些材料不要紧 但若是耽误了救治叶丘的时间 你恐怕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其实灵霄完全不怕打扰 他本就是个可以一心多用的人 只不过 叶华以前对他态度不好 这摆明了 这摆明了就是公报私仇啊 叶华还要说些什么 被剑王瞪了一眼 无奈之下转身离去 到了房间外面等待 灵大师误要太过怪罪叶华 他不过是担心秋 剑王急忙道 你也闭嘴吧 不然也滚出去 灵霄的态度一样的强势 这剑王一开始 态度对他不好 他这会儿自然要找回来 说他小孩脾气也罢 他毕竟在这个世界 只能算是少年 剑王苦笑了一声 并未说话 心中却在想 这小子居然这么记仇啊 早知道一开始就应该 对他态度好点 其实 此时剑王对灵霄的话 已经多了几分相信 毕竟能够虚空炼丹的药师 他在永恒神域 可是未曾见到任何一个 据说只有先庭大陆的药师 才有那种本事 灵霄这能力 分明是已经超过了华天一 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剑王闭嘴之后 灵霄就按部就班地忙活了起来 此时的剑王城内 却有两波势力 已经开始了行动 沙厄将军干掉了监视齐飞的人 带着齐飞离开了剑王城 开始布局干掉剑王的计划 剑王肯定是要去争夺 那神明之果和法则之花的 他们就要在那里布置陷阱 与此同时 黄雪也离开了剑王城 他这一次来流放之地的任务 同样是遗迹 虽然很想干掉灵霄之后再走 可是他耽搁的时间 已经够长了 只能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再说了 这两边的动静 当然很快就传到了将军府 不过剑王此时 心思全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别的事情 花费了十分钟时间 灵霄炼制出了十枚养生丹 这养生丹效果温和 一天三次 一次一枚 基本上三天 就可以将叶秋的身体恢复过来 第十枚是用来巩固的 见灵霄炼丹完成 剑王突然就紧张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最关键的时候到了 殊不知 接下来对灵霄而言 才是最简单的 他重新为叶秋 绘制了抗毒圣文 而后便释放出了九头魔王蛇兽魂 这兽魂之前已经出现过 因此剑王并不惊讶 他只是想要知道 灵霄究竟要怎么做 灵霄右手点出 摁在了叶秋的身上 九头魔王蛇兽魂 开始汲取叶秋体内的毒素 这咒毒已经有了自己的神志 汲取可不是很容易 不过 灵霄自然有自己的办法 一道魂剑 自他眉心射出 准确无误地斩杀了咒毒的神志 没了意识的咒毒 那就是死物 根本不会反抗的 整个过程简单地不费吹灰之力 刚刚那是灵魂秘法吗 虽然看不到 却感觉到了强大的灵魂波动 这个灵霄 可真得是个谜啊 高超的炼丹术 还懂得圣文术 如今还暴露了强大的灵魂秘法 这个人不简单啊 剑王原本想等灵霄治好夜秋 之后投靠 可是心里头终归有些不甘 毕竟每个人都想投一个民主 他对灵霄终究是有些不太满意 一个少年而已 要他效力 还真是不服气啊 但经过这几次的事情之后 他渐渐觉得 这灵霄真得不是个一般人啊 或许跟随这个灵霄 也不视为一个聪明的选择 咒毒其实在短短几十秒之内 就已经被完全吸收了 不过灵霄依旧在那里装模作样 总得显出自己很辛苦不是吗 剑王明显能看到 自己儿子的皮肤 渐渐恢复了正常的颜色 他心中一喜 简直想要跳起来欢呼 不过想到灵霄之前说的话 也只能闭上嘴等着了 他可不想因为自己 而让救治功亏一篑 房间里的其他人 也都在忍着心中的兴奋 大约过了十分钟 灵霄实在是装不下去了 这才开始布阵 那熟练的操作 让剑王又是一阵惊讶 连阵法都会 而且依然是如此驾轻就熟 这还是人吗 简直就是个全能的怪物 片刻之后 阵法布置完成 灵霄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有些虚脱地坐在了那里 岳芳华急忙上前 帮灵霄擦拭汗水 剑王 不用绷着了 想欢呼就欢呼吧 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 只需要用我方才炼制的丹药 帮助他调理身体 最迟三天 他就能恢复到昔日的荣光 灵霄笑道 他好了 剑王狠狠握紧拳头挥舞了一下 十年了 他每日都在想的这么一天 有些时候 他甚至已经绝望了 不过今天 是灵霄将他从绝望的深渊之中拽了出来 听到屋内的欢呼 叶华露出了迷茫的表情 咬了咬牙 最终选择了跑去给齐飞报信 叶末从今往后 为公子马首是瞻 剑王叶末 这个响彻黄金五国的名字 如今竟然在灵霄的面前跪了下来 老泪纵横 欣喜不已 前辈是守信之人 这等大理就不必了 起来吧 灵霄笑道 叶末站了起来道 公子 今后有什么吩咐 您尽管说 只要是我叶末办得到的 一定清尽所能 眼下就有一件事情 要劳烦前辈帮忙啊 灵霄道也一点都不客气 是关于遗迹的事情吗 叶末问道 不愧是聪明人 真得一点就通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70章 神明丹 作者 千里牧尘 林大师 遗迹的事情 您尽管放心 我们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 若非那狂杀王从中作梗 可能已经得到了神明之果 和法则之花 剑王叶末说道 容后定然将详情如实相告 叶末一切听大师的安排 林大师 这听着真别扭 还是叫我公子吧 林霄苦笑道 叶秋应该快要醒了 你就先陪陪他吧 之后 咱们再说遗迹的事情 虽然很想尽快得知 有关遗迹的一切情报 但他也不是不尽人情之人 多谢公子 正好我搜集了一些书面资料 公子先看一看吧 叶末命手下 将那些资料带到重新为林霄安排的房间之中 林霄也就转身离开了 与此同时 已经离开剑王城的齐飞 也得到了这个消息 消息是有人直接利用传音符告诉他的 最坏的结果 竟然出现了 这个林霄 果然不能小瞧啊 齐飞可以说是非常震惊的 他先前虽然也担心 林霄治好叶秋 之后会有麻烦 所以 提前离开了剑王城 可那不过是因为他足够谨慎而已 没想到 林霄居然真得绊倒了 这小子倒是有意思 旁边的沙厄将军 也是一脸的震惊 不过赶坏狂杀王的好事 他也就离死不远了 不错 齐飞也是恨得牙痒痒 他辛苦多年 在剑王爷墨手底下打拼 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为的就是能够得到夜华 然后进一步掌握整个剑王军 可叶秋被林霄治好 这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相信 以叶末那种性格 从此之后 必然会对林霄言听计从 他苦心经营的一切 都毁了 除了夜华这个蠢女人 或许还可以利用一下 齐公子 眼下一记的事情 好像变得有些麻烦了 叶末如今肯定是会 与那黄雪合作的 本来老大与叶末对峙 就已经够辛苦了 现在再来一个黄雪 情况对咱们很是不利啊 沙厄将军咒没到 齐飞却冷笑道 正面对抗当然不行 先去见狂沙王 商量一下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这神明之果 我必须得得到 既然叶末不识好歹 那就只能将它一起除掉了 那个叶秋刚刚解读成功 没几个月是不可能恢复的 所以 只要在这个时间段 杀了叶末和叶秋 再把这些嫁祸给皇家的人 我就可以跟叶华成亲 依旧能够接管建王军 难怪当年犬王会派你过来 齐公子当真是人中灵结啊 跟你为敌 恐怕真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沙厄将军看到齐飞那恶毒的眼神 都不由打了个寒战 这小子 真是狠毒啊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 那么简直就是一蛋多鸟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 将军府的议事厅内 叶末和叶秋都出现在了那里 林霄则带着月芳华和冷媒过来了 众人准备在这里商议一下遗迹的事情 叶末看着叶秋 满眼都是欢喜和庆幸 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死的 也是 压在心头十年的石头 终于落地了 真得是有一种非常舒畅的感觉 叶秋恢复的速度也超出了叶末的意料 他相信这肯定是林霄的功劳 那看似普通的丹药 却蕴含着让人惊叹的效果 公子 大恩不言谢 以后有用的这的地方 尽管吩咐 叶秋站了起来 冲林霄拱了拱手道 要是换了一般人 双腿不能动长达十年时间 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 但叶秋可以 他好歹也是曾经的神魂竞强者 天赋不输杨琪和英黎的绝世天才 更何况 林霄这个药师可不是吹的 炼制的丹药效果极为出色 也是能让叶秋站起来的重要原因 那我可就确之不公了呀 林霄一点也没谦虚 他本来就与叶末 叶秋素不相识 救人也没有要别的酬劳 为的就是这父子两个能为他效忠 这是他应得的 没必要扭扭捏捏不肯接受 哼 公子爽快 那么多余的话就不说了 咱们就谈谈这遗迹的事情吧 公子此次前来 名义上是为皇家游说叶末 实际上应该是冲着遗迹来的吧 叶末笑道 算是吧 林霄点了点头道 这遗迹之中的法则之花 关系到了我的计划 所以 必须得得到 至于那神明之果 如果可以 当然也想要了 关于这计划 等夺宝结束之后 自然会告诉你 毕竟剑王阁下 可是我这计划之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 林霄的野心很大 是别人根本不敢想象的野心 一统玄剑 恐怕这世间最强的主宰之王 也没想过吧 主宰之王虽然强悍 但民间却也不乏强者 他为了保持自己现在的地位 肯定不敢轻易得罪 但林霄不在乎 林霄只是个小人物 即便是霸天帝国的天帝陛下 说实话 也依旧是个小人物 与主宰之王没法比 简直一个是赤阳 一个是烛火 差距太大了 所以他敢有这样的野心 舍得一身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 听了林霄的话 叶末和叶秋相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遗迹居然不是林霄的主要目的 这个少年人 心中究竟在勾勒着怎么样的蓝图 真的让人期待啊 公子放心 那法则之花和神明之果 都由公子来处置 叶末这么说 就等于是已经表态了 就算他得到那两样东西 也会送给林霄 林霄笑道 有阁下这番话 我就放心了 不过你们也不用怕 一颗神明之果 只要到了我的手里 最起码 也能炼制出十枚神明丹 届时 你们父子两个 都会得到一枚 虽然叶末和叶秋很忠诚 但林霄也不能因为此 就不给他们好处 那样迟早会让人心寒的 神明之果 一共三颗 叶末道 不知道可否再给一枚神明丹 给你倒是没问题 不过 你要给你的女儿叶华用 我建议还是放弃吧 最近这段时间 你可要把你的女儿看紧了 万一她又做出什么蠢事 可能会让你后悔终生的 林霄对叶华非常厌恶 这一点 她也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出来 她可不会在叶末面前装伪善 讨厌就是讨厌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71章 魂甲宗 作者 千里牧尘 叶华这个女人 林霄救了她哥哥 她竟然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反而一心想着齐飞 难道恋爱中的女人 真得如此愚蠢吗 不过她就算愚蠢 但也毕竟是叶秋的妹妹 叶末的女儿 林霄觉得 还是有必要提醒一下的 免得这个蠢女人又搞事 已经派人将叶华看起来了 这一点公子可以放心 她也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 慢慢地就会想明白的 咱们还是谈谈遗迹的事情吧 想必那些资料公子 已经看过了吧 叶末叹了口气 因为叶秋的事情 她过去真得是有点过于宠溺叶华了 才导致了女儿如今的愚蠢 所以 她并不想过分苛责自己的女儿 林霄也没有在这个事情上继续纠结 点了点头道 资料我 已经看过了 我总结了几点 第一 遗迹很危险 不仅仅因为黑沙暴组织 更因为那遗迹里面有强大的妖兽 第二 咱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就是黑沙暴组织 不过现在还得算上黄雪 可以先利用它 然后再趁机夺宝 第三 流放之地 曾经也是永恒神域的一部分 后来因为沙漠化 导致大量的城池和国家 都淹没在其中 这个遗迹 便是名为魂甲宗的势力留下的 第四 魂甲宗擅长铸造魂甲 技术可是永恒神域上最出色的 而所谓魂甲 就是武魂战甲 专门为武魂打造的战甲 这是一门极为特殊的技术 要配合圣文和阵法 以及强大的灵魂力才能打造 第五 魂甲宗虽然因为天灾而覆灭 但却在其中留下了许多守护宗门的强大武魂 镇守着法则之花和神明之果的武魂 都是强悍的神魂境武魂 不过我不明白 武魂难道能脱离人体而单独存在吗 说到这里 灵霄突然问了一句 并不是单独存在 它们实际上还是根植于武者的灵魂之中 这些武魂都穿有魂甲 魂甲之上 有魂甲宗强者的灵魂烙印 叶末解释道 公子倒是好记性 也有很强的分析能力 把其中最关键的部分都罗列了出来 差不多就是如此吧 实力还是太弱了呀 灵霄叹了口气 无论他多么聪明 没有实力 终归是会让人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神魂境的武魂守护在那里 只能靠叶末和叶秋来解决了 所以 他打算推迟三天再前往一季 反正有那么强大的东西守护 不管是狂杀王还是黄雪 都不可能轻易得到 而且 搞不好 还能坐收渔翁之力呢 那狂杀王实力如何 灵霄突然问道 比我还要强大一些 要知道 当年我们三人联手 才将其重伤的 叶末苦笑道 狂杀王或许比剑王阁下更强 但绝对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虽说是三人联手 实际上有一个人 恐怕是从中撤走吧 灵霄指的就是犬王 对了 让你监视齐飞 怎么样了 听到这个问题 叶末突然苦笑摇头 被干掉了 监视的人一个没流 全部都被吸干了血液 这手段 倒是很像狂杀王手下的 沙厄将军干的 这么一说就清晰了 灵霄原本还支持猜测 可是这条线索一出来 似乎一切都变得脉络清晰了 齐家已经与黑沙暴组织联手了 甚至有可能黑沙暴组织 这么多年都是齐家供养的 难怪齐家会放心 齐飞一个人在这边 有黑沙暴组织的帮助 他也的确不需要别人来插手 什么 听到灵霄的推测 叶末十分震惊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 很多细节 其实已经暴露了出来 前几年 他军中一些坚定反对 齐家的舞者都被悄然干掉了 最后查出来是狂沙王所为 叶末也就没有多想 只是把这仇恨 算在了狂沙王的身上 但现在看起来 这根本就是齐家为了 接管建王军 而在逐步排清障碍啊 真够狠的 叶末脸色阴沉无比 齐飞 齐家 老子与你们势不两立 他是个爱兵如子之人 手下被干掉了好些个 岂能不怒 既然齐飞已经与狂沙王合作 反而可以放心了 目标只有一个了 灵霄冷笑道 建王 此次一技之行 危险重重 所以 只需抽掉一些精锐即可 另外 城中也必须有所防备 我猜那齐飞必然还有后手 而且 你必须在这三天时间内 把齐家的人 从建王军中踢除出去 能办到吗 这一点公子大可放心 这些年齐家安插了什么人 其实我们都心中有数 只是故意装作没看见 就是想要一网打尽 叶秋笑道 好 既然如此就好办了 清楚卧底的事情 舅舅交给叶秋你了 建王前辈 你要做的 就是将神体进九重以上的舞者聚集起来 一半留守建王城 另外一半 前往一界 没问题吧 灵霄直接就安排了起来 既然叶末和叶秋对他言听计从 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 遵命 叶末与叶秋相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认真与郑重 灵霄这一番命令 显然不像是一个没经历过战事的人 而且安排妥当 与他们心中所想一致 他们自然没有反对的必要 我也要在这三天时间里 为建王城布置一座阵法 以防万一 建王你给我派个人 这建王城我 毕竟还不熟悉 灵霄道 没问题 叶末派遣了自己最得力的手下 协助灵霄 灵霄带了人就离开了 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叶末不由感慨 秋儿 这一次咱们或许真得跟对了人了 没想到痞疾太来啊 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 不错 这位灵兄不光天赋卓绝 而且擅长医术 圣文 阵法 简直无所不能 叶秋用崇拜的目光 看着灵霄的背影说道 对这个救命恩人 他已经在心中发誓 用自己的性命去守护 接下来三日之间 灵霄忙于布置阵法 叶末和叶秋 也都有自己的事情 潜藏在剑王军中的那些老鼠 一个个被揪出来 然后干掉了 既然与其家决恋 就没必要再心思手软 本身间谍就是这世上 最被讨厌的存在 即便两军对垒 不杀俘虏 可是间谍都是 必须要杀的对象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72章 剑王城的末日 作者 千里牧尘 月芳华和冷媒 从剑王叶末哪里 搞到了些好东西 三天时间都在修炼 希望在前往一季之前 可以突破到 神体静九重前期 那样 他们能帮到灵霄的地方 就更多了 第三日 灵霄的居所之中 突然升腾起两道光芒 一道皎洁的月光 一道碧绿的自然之光 两道光芒 升腾起数百丈高 经久不息 总算是没有辜负我 厚着脸皮 从叶末那里 搞来的好东西 你们两个都突破了 看着月芳华和冷媒 灵霄露出了 心悦的笑容 这两人突破的话 这一次的行动 就会更加有把握了 走吧 叶末和叶秋 已经在外面等着我们了 不要让别人等得太久 两人点了点头 起身收拾了一下 便跟着灵霄出了房间 直奔城外而去 城外 叶末 叶秋 以及一众精英舞者 都在那里等着了 叶秋 如今已经完全恢复 不仅如此 因为十年的积蓄 他恢复之后 竟然连续突破 实力达到了 神魂境三重巅峰 在他这个年纪 修为达到这种程度的人 可是不多啊 或者说 根本就是极为罕见 这十年 叶末耗费在叶秋身上的 灵丹妙药太多了 不过大部分都作为能量 积蓄在了叶秋的身体之中 再加上叶秋从未放弃过修炼 即便是神员无法调用 他依然坚持不懈 这种坚韧 恐怕也是别人不能比的 正因为如此 他如今才会这么强 叶秋便是咱们这一次的秘密武器了 灵霄笑道 剑王前辈 你负责对付那狂沙王 我会替你转客 挤到圣文 应该可以弥补你和狂沙王之间的差距 剩下的事情 便不用担心了 全力压制狂沙王就行 即便杀不了 也要拖住他 狂沙王手下的沙厄将军 和毒蝎将军 就交给前辈手下的高手了 没问题吧 自然没问题 我剑王军除了我之外 还有两个不输给沙厄将军 与毒蝎将军的神魂进高手 这两人是我手底下的最强副将 虽然剑王军副将很多 不过还是有排行的 叶末回答道 那就好 灵霄点了点头 不说废话了 立即出发吧 出发 叶末朝着众人挥了挥手 上百人的队伍 开始朝着魂甲宗一计方向而去 队伍行进速度很快 宛若一道洪流 在沙漠之上飞奔 不过他们并未轻敌 时时刻刻都防备着偷袭 只不过 这方面交给冷媒来负责 就没问题了 虽然是沙漠 可是也有很多沙漠植物 这一点对他来说很简单 魂甲宗遗迹附近 有一个天然的地下洞穴 狂沙王将这里 当成了自己的临时营地 岂非此时正坐在那里 和狂沙王谈论着遗迹的事情 三天时间了 剑王城终于有了动静 我们是不是也该要行动了 岂非等不及了 他想要快些看到灵霄去死 看到叶末去死 慌什么 那黄金玉来的黄雪公主 之前进入了遗迹 结果也是碰了一鼻子挥出来 这遗迹有些古怪 单凭一方的势力 恐怕无法得到宝物 搞不好 暂时还要跟那剑王军合作呢 说话的是一个披头散发 一身黑衣的舞者 此人长着一张天生的反派脸 无论什么表情 都能让人感觉到 他在寻思什么坏主意 他的声音不大 但却透着狡诈与事故 这便是狂沙王 如果狂沙王是个笨蛋 那么他很早的时候就被杀了 根本不会活到今天 跟剑王军合作 岂非皱了皱眉 说实话 他是极不情愿 看到那种事情发生的 但若是无法进入遗迹 就得不到宝物 只把灵霄和剑王杀了 似乎也没多大意义 不错 是合作 当然了 合作的时候 你的计划也可以继续实施 其实我也很想看到 叶末返回剑王城之后 看到一片废墟的样子 狂沙王冷笑道 你比我更毒 岂非看着狂沙王 倒吸了一口凉气 表面上笑眯眯的弹劾作 被地里却对别人的老巢 发动攻击 的确是可怕 这是那叶末自找的 十年前的仇 我可没有忘 狂沙王冷冷道 这一次流放之地 很多高手都被我说动了 他们这些年 被剑王城监视着 无法逃走 但若是剑王城被毁 他们便可以逃出升天了 哪怕是去四域九界 那样的地方 也比待在流放之地 受苦要强 确定没有问题吗 剑王城 处立在流放之地 这么多年 也从未有人 能将其攻破 即便是你也不行 而其余人里头 绝对没有能跟你比的 他们更不可能吧 其非骤眉道 所以说 你还是太嫩啊 双斧城那边 也会行动的 我的义子叶寒 已经成为了 双斧城的城主 当年叶寒 被我派去剑王城修炼 就显示出了 他那可怕的天赋 已经头脑 叶末会的东西 他已经全部学会 狂沙王淡淡道 有了双斧城配合 再加上流放之地 那些高手的围攻 除非那剑王城 有强大的阵法庇护 不然被攻陷 只是时间问题 狠 其非愣了一下 重重说了一个字 那么现在 他根本不需要 关心剑王城那边的事情了 只要专心于 魂甲宗一记就行 流放之地 并不是灵霄想象中的那样 完全混乱 虽然这里充满了杀戮和争斗 但其实 这里也是一个 类似于永恒神域的社会 这里的囚犯 以及前来冒险的武者 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体系 其实 不光有黑沙暴组织 还有许多大小势力 甚至宗门 城池 只不过都是囚犯们建的 在赶往魂甲宗的过程中 灵霄就路过了不少的城镇 这些建造在绿洲之上的城镇 虽然不算太繁华 但也有着完整的模式 有市场 有酒楼 倒是很齐全 真可谓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很多武者都看到了 这支由剑王城来的军队 虽然他们大多数 眼中都透着恨意 但也不敢做什么 光是剑王夜莫一个人 就能够震慑住他们了 更不要说 这支一百人的队伍 完全就是由神魂境强者组成的 唯一不是神魂境的 便是灵霄 冷眉 和月芳华三人 这些人可以说 就是剑王城的精锐了 也是整个流放之地 最强大的势力 连黑沙暴组织都不敢抗衡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一百七十三章 狂杀王 作者 千里牧尘 路上的那些舞者 见到剑王城这些人 唯恐躲之不及呢 谁还敢往上凑 林霄等人也懒得理会他们 一路快马加鞭 就到了魂甲宗遗迹附近 因为遗迹的关系 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量的舞者 甚至在遗迹外面 弄了一个市场 专门都授一些 探险用的材料和工具 虽然剑王城 黑沙暴组织 企图占据魂甲宗遗迹 可是魂甲宗遗迹实在太大了 他们都不可能办到的 普通的舞者来了 只能送死 而精锐高手数量又有限 后来两大势力 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毕竟他们的主要敌人是对方 而不是那些小老鼠 那些老鼠能做的 也不过就是进去 弄点所谓的宝贝 小老鼠们或许欣喜若狂 但其实两大势力 根本看不上眼 当然 如果小老鼠们 当真弄到了好东西 两大势力肯定会抢下来的 流放之地 唯一不同于永恒神域的地方 就是 这里完全没有规矩可言 弱肉强食 就是最基本的情况 将军 驻守在魂甲宗遗迹附近的 剑王军高手 看到叶末前来 急忙迎了过来 有什么情况吗 叶末一边从仕陀兽上下来 一边问道 启离将军 黑沙豹那边没有动静 似乎在等着什么 不过前几日 齐飞副将与狂沙王会面了 还有就是 黄雪公主带人进入了遗迹 不过很快就又出来了 死了几个人 看起来很不顺利 那人回答道 公子 你推测得不错 那齐飞果然跟狂沙王在一起 这个王八高子 叶末本来就不爽齐飞 听到齐飞真的与狂沙王待在一起 顿时杀意迸发 意料之中的事情 将军先安排大家休息 明日正式进入遗迹 凌霄打算先一个人进去探查一番 他有着超强的存活能力 这一点就算是叶末 也比不上他 一旦遇到危险 完全可以及时逃出来 明白 你招呼众人休息 我陪着公子 叶末不放心凌霄一个人 毕竟不管是黄雪还是齐飞 都想要凌霄的命 还是他跟在身边比较合适 他招呼手下 安顿大家休息之后 就跟着凌霄一起到附近闲逛了 这里的市场上出售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从外面运来的材料和工具 但也有一些东西 是有人从遗迹里面搞出来的 大部分价值不大 有一些则作用不明 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些家伙看不穿 也没那个兴趣 只想把这些废铜烂铁高价出售 这位公子 一看您就是实货之人 我这里有一件 刚刚从遗迹之中弄出来的宝物 您瞧瞧 凌霄被一个摊贩拦住了 他的摊位上全部是些破烂 有些看起来明显已经不能用了 所以光顾的人也比较少 不过凌霄看得出来 这个人摊位上的东西 最起码是真正的古董货 不像旁边很多摊位上的物品 明显就是做出来的假货 只不过比较光鲜而已 凌霄蹲了下来 开起太极眼 仔细看着那些破铜烂铁 这个东西怎么办 凌霄忽然指了指 其中一把断剑问题 公子果然好眼力 这断剑断裂之前 可是六道神龙纹啊 虽然断裂了 但也必然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我也不多要 您给一百个几品零食就行 摊贩笑着说道 抢钱啊 不等凌霄说话 叶秋便道 即便他曾经是六道神龙纹帝王器 现在 这只不过是废铁一块而已 别说一百几品零食 就算是一块几品零食 都未必值 那摊贩老脸一红 是不是狮子大开口 只有他自己知道 一块几品零食 卖不卖 凌霄问道 太少了点吧 还是再加点吧 我几个兄弟 辛辛苦苦进去一趟 差点把命搭上了 摊贩苦笑道 这样吧 您给十个几品零食 东西归您 五个 灵霄面不改色地说道 好 成交 谈法咬了咬牙 正要把东西递给灵霄 忽然一个讨厌的声音响了起来 哼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建王军的人啊 欺负一个老实巴交的摊贩 不嫌丢人吗 你那断剑我要了 十个几品零食 给你 灵霄皱了皱眉 扭头看向了说话之人 果然就是齐飞那个家伙 这丝竟然还敢出现 难道不怕叶末一失气愤 将其杀了吗 还是说 狂沙王也跟着来了 想到这里 他开启 太极眼朝着人群里面看去 果然 一股强悍的气息 扑面而来 狂沙王 果然来了 你个狗东西 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想死吗 叶末果然动怒了 所谓眼不见心不凡 若齐飞不出现 他还没那么生气 可齐飞这丝 简直不识好歹啊 恐怖的气息 扑向了齐飞 齐飞不过神体 尽九重前期修为而已 如何能抵御得了 叶末那可怕的气息 当场就坐在了地上 脸色惨白 叶末 你个老东西敢动我 信不信我们齐家 把整个建王城都给灭了 齐飞虽然很难受 不过到底也算是个枭雄角色 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他力声喝倒 那就让他们来吧 我倒要看看 除了犬王之外 谁能杀得了我 叶末冷笑着 气息完全没有收敛 而后抬脚 朝着齐飞走去 狂沙王 你还要看热闹吗 我死了 你也不会好过 齐飞终于害怕了 大吼了一声 叶末呀叶末 当年你就是这样 如今还是这样 十年过去了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暴躁啊 这样子下去 会明不长久的 狂沙王终于露面 强大的气息 与叶末撞在了一起 齐飞这才吐出一口浊气 明显舒服了很多 这就是狂沙王吗 林霄看着对面的男人 能够与剑王叶末 实力旗鼓相当的 恐怕在流放之地 找不到第二个人呢 不错 那就是狂沙王 曾经酿成了 黄金五国血案的家伙 叶秋点了点头 看向狂沙王的眼神中 透着无比强烈的恨意 十年 狂沙王让他痛苦了足足十年 虽然现在因为林霄 他恢复了正常 可是心中的仇恨 却不会因此而简单消失的 狂沙王的出现 也让市场有些混乱 他若是跟剑王在这里战斗 恐怕会毁了整个市场的 那个手持断剑的商贩 转身就要逃走 不过却被双方的人拦住了 眼下 他们可不是为了一把断剑 而是为了面子 本章完 霸天五魂 第5174章 简宝 作者 千里牧尘 叶末 我可不想跟你在这里战斗 今日找你 是有事情要谈 狂沙王主动收了气息 然而却没有放松警惕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给叶末的儿子 叶秋带去了多大的痛苦 难保叶末不会突然发动攻击 我跟你有什么好谈呢 叶末也缓缓收起了气息 狂沙王出现的那一刻 战斗就不可能开始了 他的任务实在争夺宝物的时候 拖住狂沙王 而不是在这里战斗 一旦他们打起来 只能让别人渔翁得利 虽然愤怒 但这个仇 也只能等一等再报了 狂沙王 你给我记住了 魂甲宗一记之中遇到 我必杀你 叶末冷冷道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别这么说嘛 你应该也清楚 仅凭咱们任何一方的实力 都不可能得到宝物 想要进入一记深处弄到宝物 那就必须得联手才行 狂沙王笑道 一起进去 至于谁最后能得到宝物 那就看本事了 跟你合作 你当我嫌病长吗 叶末摇了摇头 无论如何 他都是不可能与狂沙王合作的 危险度太高 阁下若真有诚意合作 就不会让齐飞这个白痴 来抢我要买的东西了 就在此时 灵霄说话了 狂沙王骤然看向了灵霄 从鼻子里哼出一声道 我当是谁呢 一个神体禁六重巅峰修为的废物 竟然也敢多嘴 这里哪儿 有你说话的份 他代表的是黄金王和我 你说有没有资格 叶末冷笑道 哦 叶末这话 倒是让狂沙王有些惊讶 灵霄无论怎么看 都只是一个神体禁六重巅峰修为的垃圾武者 怎么就能代表黄金王和剑王了 黄金王那边他不清楚 不过叶末这么说了 自然就不会有假 就是他破解了本王的咒毒 救了叶秋吧 狂沙王忽然问道 算你聪明 就是他 叶末点了点头道 原来如此 能破解本王的咒毒 的确有些本事 我允许你说话了 齐公子 一把断剑而已 就不要跟他抢了 也不是什么宝物 狂沙王看了灵霄一眼 随后对齐飞说道 齐飞心中很是不爽 他不是因为那把断剑 而是想要挣回面子 不过狂沙王都这么说了 他也不敢再说什么 虽然他是齐佳人不假 但狂沙王是直接听命 于犬王的 逼急了 是连他都敢杀的 一把断剑 竟然要耗费五块 极品零食去买 送我都不要 齐飞撇了撇嘴道 灵霄没有理会他 别人不知道 这断剑的秘密 但他却知道 太极眼清楚地看到了 这断剑之中 蕴藏的玄妙圣文和阵法 搞不好跟魂甲宗一记有关 五块极品零食买下来 绝对是赚翻了 现在够有诚意了吧 可以合作吗 狂沙王问道 灵霄点了点头道 当然不可以 小子你耍我 狂沙王眼中 透出阴毒之色 耍你又如何 你还真以为谁都怕你啊 灵霄不懈道 别以为我瞧不出你是什么心思 嘴上说合作 心里头却想着 让我们做炮灰吧 小子 你别以为有叶末罩着你 我就不敢动你了 若是黄金王 我或许还有些忌惮 但叶末的实力 可不如我 靠他 你必死无疑 狂沙王冷笑道 那可未必 灵霄淡淡笑道 势在人为 我倒是觉得 真拼命 你不是他的对手 好 真是有意思的小子 千万不要栽在我手里 否则的话 我要你尝尝万般剧毒的痛苦 叶秋那小子 只痛苦十年 我要让你一辈子都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狂沙王阴沉无比地说道 那声音 宛若毒蛇的嘶鸣声 你遇到我 也算是蹦跶到头了 狂沙王 十年前有人护着你 你没有被杀 十年后的今天 我会让你偿还十年前的债 灵霄淡淡道 说到这里 他突然扭头看向了齐飞 冷笑着继续道 齐飞 你的下场绝对不会比他好 你还是乖乖不你哥哥的后尘吧 你还敢提我哥哥 齐飞脸色争鸣无比 提了又如何 你想害我 我为什么不能对付你 我这人就喜欢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你哥哥齐横便是最好的例子 灵霄讽刺道 嘴上吹牛不靠谱 你不过神体进六重的修为而已 凭什么与我斗 我可是神体进九重修为 今日有人护着你 你张狂 我没话说 不过走着瞧吧 人总有走被子的时候 你千万别落单了 否则弄死你 齐飞恶狠狠地说道 手下败将 竟然还敢张狂 忘了一招败给我的事情了 灵霄挖苦道 齐飞张了张嘴 一张老脸憋得通红 可却说不出反驳的话来 无奈只能放弃 既然你们不肯合作 那我只能找别人了 狂沙王冷笑一声 转身离去 齐飞也匆匆忙忙跟上去了 在灵霄和叶末这里 碰了一鼻子灰 这狂沙王和齐飞 恐怕会找上黄雪合作 不过这个事情 灵霄没办法阻拦 剑王前辈 吩咐下去 立即动身 进入一季 看着狂沙王 消失在前方的黄沙之中 灵霄突然说道 明白 叶末是个聪明人 灵霄这个吩咐 他当然明白意思 现如今 那狂沙王要与黄雪合作 他们就必须得改变原定计划 提前进入 给对方来一个措手不及 半个小时之后 剑王城的队伍 已经全部进入到了一季之内 而狂沙王也与黄雪正式会面了 不过还没谈多久 忽然就有人来报 老大 剑王城那帮狗东西 提前进入一季了 听到这个消息 黄雪猛地站了起来 一脸的焦急 行了 不废话了 要合作也行 我可以什么宝物都不要 不过得把那个灵霄弄死 狂沙王愣了一下 之前还跟他讨价还价的黄雪 怎么突然间变得如此大方了 可以是可以 不过公主殿下何必这么着急 那一季之中危险重重 公主殿下也是亲身经历过的 他们进去了又如何 说不定很快就有出来了 黄沙王疑惑地问道 你不了解那个灵霄 那小子别看修为不怎么样 但狡猾至极 而且神通广大 擅长各种奇门之术 有他在 谁也不敢保证 那剑王城的队伍就不会成功 黄雪急到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75章 追击 作者 千里牧尘 黄雪以前也曾经小瞧过灵霄 但是经历了好几次的挫折之后 让他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灵霄那小子 有多么的难对付 别人办不成的事情 灵霄未必不行 面对这小子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好吧 既然如此 我们立即动身救世 不过 也不必太过担心了 我还有个完全之计呢 保准他们 全都死在里面出不来 不过那个计划有些危险 搞不好把咱们也给坑了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用的 狂杀王是个谨慎的人 听到黄雪对灵霄的评价之后 再联想到自己的咒毒被减 这个灵霄的确是不好对付 不管怎么样 动身吧 只要你能弄死灵霄 我可以帮你得到你想要的 黄雪为了杀死灵霄 甚至不惜跟狂杀王合作 另外一边 魂甲宗一记之内 越往里面走 人就越少 走到大约距离入口出 一千米左右的地方时 除了剑王城的人 已经看不到任何一个中立武者了 灵霄他们走到这里 可是连续过掉了三重阵法防护 这当然都是灵霄的功劳 虽然 靠着神魂镜强者强行破开也没问题 毕竟是年久失修的阵法 没有以前那么牢靠了 可那样不仅动静大 而且消耗也大 非常不划算 从这里开始就要分叉了 左边是法则之花所在的地方 右边是神明之果所在的地方 为了调查这个情报 我们可是损失了不少好手 连我就亲自出手了 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这么轻松 懂阵法的人 就是不一样 叶末有些感慨 早知道 当初就该学点阵法知识 先找法则之花吧 灵霄想了想到 或许对别人而言 神明之果是 最迫切想要得到的 但对灵霄而言 却恰恰相反 他更需要的是法则之花 法则之花 虽然对永恒神域的舞者而言 意义不大 不过据说厉害的炼丹师 可以将用法则之花 配合其余药材 炼制成对舞者有益的丹药 所以 法则之花 也有一些人争抢 不过能到达那里的 却寥寥无几 最后都没得到 叶秋提醒道 这些困难 我们来之前 就早已经知道 不管如何 法则之花必须得到 这关系到我的计划 是否能够顺利实施 灵霄 要达成自己的野心 就不能怕困难 听公子的 走 叶末挥了挥手 众人朝着法则之花的方向 狂奔而去 足足有二十多分钟时间 狂杀王与黄雪组成的联合队伍 也抵达了岔道口 一道黑影 从暗处闪了出来 公身道 老大 他们去了 法则之花那边 怪了 法则之花 对永恒神域的人 效用不大 他要那东西干什么 狂杀王皱眉道 算了 不管了 咱们先去找神明之果 即便他得到了 法则之花又如何 一样别想活着出去 不行 必须先杀了灵霄 黄雪摇头道 你想得到神明之果 必须借助我们的力量 所以 先杀了灵霄 再找神明之果 真是个麻烦的女人 狂杀王皱了皱眉 他很想杀了这个黄雪 但黄雪身边有高手保护 就算他能杀死 也必然消耗巨大 到时候被叶末捡了便宜 就闹笑话了 而且正如黄雪所言 他要得到神明之果 必须得借助黄雪的力量 这一路如此轻松的原因 也是黄雪的队伍里 有阵法师 罢了 那就先去杀人 不过黄雪 你给老子听好了 若是杀了那小子 你敢反悔 我一定让你回不了黄金玉 别人怕你的父亲 我可不怕 狂杀王威胁了黄雪一番 这才追着灵霄等人而去了 进入一季之后 灵霄他们就放慢了速度 尽管很想快点得到法则之花 但这一季之内危险重重 不得不防 由于魂甲宗早在上万年前 就已经被毁 这一季之内有很多地方 简直成为了妖兽七居的圣地 他们这一路上遇到过好几拨强大的妖兽 幸亏这支队伍强大非常 再加上冷眉及时发现了敌人 才能够轻易化解危机 注意 前方有妖兽埋伏 冷眉突然提醒到 叶末熟练做了几个手势 不用说话 他手下的那些高手已经布置好了战阵 我去引他们出来 灵霄身影窜出 随后便听到了妖兽的咆哮声 不见灵霄身影 只见数十头妖兽冲了过来 凶神扼杀 就好像是传宗接代的伴侣 被抢了一般 动手 叶末喝了一声 手下的高手纷纷冲了出去 与那些妖兽厮杀在了一起 他并没有出手 作为指挥官 加这些人之中最顶尖的高手 他必须得时刻准备着与强敌战斗 现在的任务就是保存体力 妖兽们的实力都不算弱 但可惜遇到了这群神魂镜的强者 自然不可能是对手 不过短短几分钟时间 战斗就已经结束了 当众人刚要松口气的时候 忽然一道黑影杀向了冷眉 这家伙隐蔽在暗处已经很久了 就等着众人松懈的那一瞬攻击 只可惜 他算错了 就算别人都放松警惕 但灵霄不会 人神匿 紧急时刻 灵霄动用了最强大的招式 逆神觉十字式之后的一招 这一招施展出来 拥有反抗神明的恐怖意志在内 将众人都震慑住了 那已经达到了神体近九重巅峰的怪物 竟然被灵霄这一箭击退 粉碎 灵霄感觉到 自己全身的体力都好像被抽干了 幸好有逆神剑帮他承受了一些压力 这才勉强没有昏厥过去 人神匿这一招比九龙神爵一条龙还要强大 只是消耗上同样要大很多 所幸有逆神剑在手 人神匿施展出来 反而比九龙神爵要轻松许多 都不要放松 那应该就是身穿魂甲的武魂虚影 比妖兽更加难缠 灵霄喊了一声 然后急忙吞下一把丹药 在别人看来格外珍贵的丹药 他却是毫不犹豫地大口大口吃着 反正他的身体很强悍 能够承受 他自己也会炼丹 不怕浪费 魂甲宗竟然能创造出这么可怕的东西 当年或许真得很强 叶末也是吓了一跳 方才若非灵霄 恐怕冷媒真的要被偷袭了 本章完 霸天武魂第5176章 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作者千里牧尘 这些武魂已经与魂甲融为一体 蕴含了魂甲宗强者的实力修为 如果可以得到 那将会是极大的帮助啊 叶末看着那已经被轰碎的武魂叹了口气道 不过公子 你方才那一击 可真是够强悍的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了 继续前进吧 灵霄摇了摇头道 虽然消耗严重 但是有这么多人保护 他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不过叶末的话 却让灵霄想到了一件事情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收服这些武魂战士 这要是成功了 即便霸天帝国提前迁入永恒神域 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了 在这种保障之下 完全可以徐徐发展之 接下来 众人继续前进 路上又遇到了好几波妖兽的袭击 虽然有好几个人受伤 不过都是小事 有灵霄这个强悍的药师存在 他们那点伤片刻就能痊愈 妖兽还好对付一些 毕竟不是很强 可那武魂战士实在棘手 而且 这些武魂战士 似乎察觉到了 冷媒在这个队伍之中关键的作用 所以 屡次偷袭都是针对冷媒 好在有了一次教训 接下来的几次 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灵霄有幸检查了几具 比较完整的武魂战士尸体 这尸体说白了 就是一个魂甲 魂甲之上 竟然利用法阵和圣文 封印着强大的武魂 和强者的修为 这一路上 他再没有出手 一边恢复 一边琢磨着这些法阵和圣文 眼中透出兴奋之色 约莫二十多分钟之后 众人终于抵达了 那法则之花所在的地方 法则之花 生长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里 出于泥而不染 令灵霄有些意外的是 这里居然还有别的武者 只不过看样子 是没有办法得到法则之花 正愁眉苦脸地蹲在那里 绞尽脑之鸣思苦想了 能抵达这里的武者 实力都是不俗 竟然都是神魂境强者 不过 比起灵霄他们 这支队伍 显然还是不够看的 所以 那些人此时都显得比较紧张和警惕 灵霄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看向了沼泽地里 一片花田 法则之花 竟然不是一朵 而是一片 足足有上千朵 法则之花 每一株都盛开得极其妖艳 那看似普通的沼泽地 却透着一股奇异的法则气息 灵霄在那里 发现了阵法的痕迹 这魂甲宗和圣文宗 是同一个时代的宗门 圣文术想必是从圣文宗那里学来的 用得也算不错 但比起圣文宗就差远了 但魂甲宗的法阵和阵法能力 却相当之强 将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这就难倒了很多人 毕竟同时懂得阵法和圣文的武者 那还真是凤毛麟角 灵霄想到这里 不由淡淡一笑 这简直就是为他准备的遗迹嘛 他是多庆幸 能够提前发现圣文宗的遗迹 否则今日恐怕也要头疼了 正想着事情 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众人回头看去 同时做好了警戒 一群人从黑暗之中走出 终于追上了 法则之花还没有被夺走 看到灵霄等人尚未动手 岂非有些兴奋 他是最不愿意看到灵霄得意的人之一 黄雪 你可真够可以的 竟然与狂杀王狼狈为奸 这事儿 若是让黄金王知道了 恐怕会雷霆大怒的 灵霄看着黄雪冷冷道 即便父王知道了又如何 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为了达到我的目的 与恶魔合作都无所谓 更何况只是狂杀王 黄雪不屑地说道 话虽如此 但你这根本就是鱼虎谋皮 小心小命不保 灵霄淡淡看了黄雪一眼 以这个女人的精明 不可能看不出狂杀王这家伙的心思 即便如此还要合作 足见此女为了达到目的 有多疯狂 这事儿就不用你管了 总之今天 你必须死在这里 那法子之花谁得到 我并不在乎 我只要你的命 黄雪的表情 便得无比猙獰起来 神经病啊 我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灵霄真得是无语了 说起来该她憎恨黄雪才对啊 怎么这女人 倒是把她当成心腹大患了 你与我没有深仇大恨 不过你的天赋 让我感到恐惧 有你在 恐怕黄金五国今后 不会安宁 父王他太小瞧你了 但我不会 只有你死了 我才能安心 黄雪咬牙切齿地说道 灵霄摇了摇头 既如此 就是没得谈了 黄雪 我本不想杀你 不过你处处为难我 今天只要有机会 我一定会弄死你的 废话不多说了 动手 黄雪看了狂杀王一眼道 所有人跟我进入沼泽地 灵霄深知自己一方的实力 不可能是对方加起来的对手 强行战斗只会伤亡惨重 不过 她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直接一步踏入沼泽地 建王城的一百多人 想都不想就跟了进去 疯了 黄雪止住了脚步 震惊地喊道 她的队伍之前也来到过这里 还折损了好几个人呢 这沼泽地非常古怪 而且可怕 舞者进入其中 首先就会中毒 其次 身体会被泥泞地沼泽吞噬 无论多强都没有用 正因为如此 她才停下了步子 说 灵霄疯了 灵霄这种行为 完全就是一种自杀 守在沼泽地边缘的那些舞者 也傻眼了 他们曾亲眼目睹 舞者进入沼泽地之后 惨死的样子 这个傻子 竟然带着那么多高手去找死 哈哈 既然他们自己找死 就用不着咱们动手了 狂杀王也是朗声笑道 说实话 她虽然比剑王夜魔要稍强一些 但想要赢下来 恐怕也得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因此 如果能不打 她是怎么也不愿意打的 这么死 真是便宜了她了 岂飞咬了咬牙 她总想着 自己单独出手 将灵霄击杀 看起来 是没那个机会了 在众多人或者嘲讽 或者幸灾乐祸的目光之中 灵霄和剑王城的舞者 都踏入到了沼泽地 不过下一刻 这些人都傻眼了 他们想象中的事情并未发生 灵霄等人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地 朝着法则之花走去 怎么回事 难道沼泽地的阵法解除了 黄雪愣了一下 便立即下令道 追 快给我追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77章 神秘同镜 作者 千里牧尘 不光是黄雪 有几个中立舞者 也同时扑向了沼泽地 然而接下来的 就是绝望的惨叫 和凄厉的悲鸣 进去的几个人 全都死了 邪门了 看到那些人死去 黄雪 黄沙王等人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灵霄的神秘感 又增强了 叶末却是心中感慨啊 灵霄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更高大上了 不怕沼泽的剧毒 那是因为 每个人身上 都会致了抗毒圣文 不怕落入沼泽 那是因为 每个人身上 都会致了轻身圣文 这沼泽地的阵法很古怪 不允许舞者 动用丝毫的神源 或者灵魂力 可不动用神源 或者灵魂力 肯定就会被毒死 或者淹死 看起来简直无解 其实懂得圣文术 和阵法的话 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无论腾空还是抗毒 都由圣文来完成 舞者可以不动用 任何灵魂力和神源 可恶啊 居然让那家伙得逞了 狂沙王 黄雪 齐妃等人 都是一阵无奈 这沼泽地 完全把他们困住了 反而建王城的人 可以自由行动 无所谓 咱们就守在这里 他们拿了东西 是要出来的 他照样得死 黄雪最终咬了咬牙道 这里并没有别的出口 所以 黄雪才有如此判断 剑王城众人到了花田附近 灵霄将手一挥 便将那一片花田 移植到了山河世界之中 这样 他就可以用最新鲜的 法则之花来炼丹了 主人 我发现了这个 冷媒竟然从沼泽地深处 取出了一面铜镜 灵霄接过铜镜 入手的那一瞬 就感受到了强大的魂力波动 正要仔细检查 他忽然发现 沼泽地上的阵法和圣文消失了 看起来 这铜镜应该就是阵法和圣文的关键 为其提供能量的 宝物已经得到 不必再待在此处了 走吧 灵霄取出了一枚炼阵石 上面封印的是传颂阵 它已经在岔道的地方 设置了标记 通过炼阵石开启的传颂阵 可以直接抵达岔道出 靠 这样也可以 狂沙王骂了一句 赶紧去神明之果那里 灵霄这家伙 果然狡猾 他说完话 转身就窜出去了 黄学也没有留着 毕竟任谁都可以看出 灵霄用了传颂阵 他们这守株带兔之计 完全没用了 只能尽量快点 狡猾的家伙 就让你先得意一会吧 竟然懂得布置传颂阵 不过我就不信 你的材料能布置多少次 你所得到的一切 都将会是我们的 齐飞恶狠狠地看了灵霄一眼 也跟随大部队走了 其实齐飞说得不错 传颂阵布置起来虽然简单 可是耗飞的材料 却是很难凑齐 如果不是危机时刻 他不会用的 不过这一次的炼阵石 倒也能使用个三次 材料都是夜末提供的 他进入之前 就在外面设了个标记点 只要是一千米之内 就可以传颂到标记点所在的地方 这也是灵霄的极限了 超过这个距离就不行了 下一刻 灵霄等人已经出现在了岔道口 他们并未停留 而是直奔神明之国所在的地方 不远处已经传来了追击之声 敌人的速度可是不慢 公子 你可真是神通广大 这一次要不是你 那法子之花 根本不可能得到如此轻松 叶末感慨道 剑王前辈也不要夸我了 一次顺利并不代表次次顺利 法则之花是得到了 不过神明之果还没见到影子呢 灵霄摇了摇头道 还是要收起轻视之心 免得阴沟里翻船 不到最后一刻 真得难说咱们赢了 难得公子年纪轻轻 却如此谦逊谨慎 叶末佩服啊 叶末发现 自己真得是越来越喜欢 灵霄这个小家伙了 之前效力是为了履行承诺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 他是越来越喜欢跟着灵霄行动了 因为灵霄 总能让他产生惊喜 不说了 走吧 灵霄心中高兴 但他知道 此刻不能得意忘形 只有成功得到神明之果 然后安全离开 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到时候 可以在剑王城大摆延席庆祝了 说起剑王城 此时的剑王城周围 出现了大批人马 将剑王城为的是水泄不通 负责镇守剑王城的 是叶秋的母亲冯秋 别看他 只是个妇道人家 其实当初与叶末 可是传闻中的双剑合璧 只是后来他生了孩子 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已 如今冯秋 冯秋重新踢挂上阵 俨然就是那木桂英 花木兰 原以为林公子只是启人忧天 没想到被他一语成真了 冯秋站在城楼之上 冷漠地看着围攻剑王城的那些人 还好有林公子布置的阵法 否则凭借现在的兵力 可是很难守住城郭呀 传令下去 开启阵法 谁敢攻 就让谁死 真当我们剑王城是你捏的呀 冯秋将手一挥 下令道 虽然神魂禁高手 都被调拨走了 但剑王城留下的舞者 可是还有很多 凭借阵法之户 他们守住城郭 完全不成问题 我在剑王城等你们回来摆庆功宴 战斗已经开始 冯秋看向一记的方向 其实那边的情况 可比他这里糟糕兜了 回到一记之内 主人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冷眉指着林霄手中的铜镜问道 路上的战斗 完全不需要他们 剑王城的舞者就足够了 这也让林霄无比庆幸 自己得到了夜幕的支持 否则单凭他的力量 想要虎口夺食 恐怕是不可能的 光是这恐怖的妖兽和武魂战士 他就肯定对付不了 最弱的 都是神体静九重的存在 甚至出现够神魂静的妖兽 他完全没辙 好像是一件法宝 用来维持阵法和圣文的 不过时间长了 有些损坏 林霄仔细研究过这铜镜 并不是帝王器 看不出端倪来 但肯定比帝王器更强 可惜年九世修 已经有些失去法宝的光泽了 这个现在还有什么用吗 旁边岳芳华问道 当然有用 林霄笑道 我研究过了 如果将这铜镜的力量 瞬间释放出来 能够直接轰杀一个 神魂静强者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 铜镜也就毁了 这么恐怖 冷媒和月芳华 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就算只能用一次 可这简直就是大杀器啊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78章 巨大的神明之果 作者 千里牧尘 对于林霄而言 手中的铜镜 虽然破损了不少 但却反而成为了一件大杀器 关键时候 他可不会舍不得的 这种东西留在手中 就算是被狂杀王逮住 他也有反败为胜的能力了 两人说话的当口 叶末则指挥 剑王城的高手们 不断清除路上的拦路者 不管是妖兽 还是武魂战士 都被尽数斩杀 难度与法则之花那边差不多 毕竟 这只是一条道上的两个分岔而已 林霄只需偶尔将疗伤丹 给那些受伤的武者变形 受伤的就会被保护起来 没有受伤的则继续战斗 虽然这期间 他们也遇到了一些 武者去争抢别的东西 但都直接忽略掉了 林霄来这一季的目的 就是法则之花和神明之果 必须得先把这两样东西弄到手 之后再去考虑其他 又过去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冷眉兴奋的声音响了起来 主人 有神明之果的气息 看起来应该是快要到了 林霄点了点头 看向叶末道 诸位见王城的兄弟辛苦了 这一次 绝对不会让你们白忙活的 虽说叶末承诺为他办事 可见王城的其他人 却不欠他的 他们也一起跟着进来 帮了很大的忙 如果林霄不给点好处 那绝对说不过去 都听见了吧 公子不会让你们的血汗白流的 在家把劲 找到的好东西越多 你们得到的奖励就越多 叶末也知道 这些高手虽然对他很是忠诚 但还是要适当给些奖励的 没来由的忠诚 有时候 其实反而并不靠谱 很快 众人就看到了神明之果 这果子虽然只有一颗 但是比想象中的要大很多 圆形的果子 直径最少也有一名 如此巨大的神明之果 自然也非常惹眼 上面释放出洁白的圣光 竟然让人有一种顶礼膜拜的感觉 神明之果 没错了 灵霄来之前也是好好做过功课的 神明之果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已经烂书于心了 只不过书中 记载的神明之果 最大也不过西瓜大小而已 这一刻 却是大了很多 这也就意味着 能够炼制更多的神明丹 之前估摸着是十枚 现在看起来 少说也能炼制一百枚左右了 与法则之花一样 神明之果的周围 依旧是危险重重 灵霄正想着 如何破解呢 忽然一道道破空之声响起 原来是狂杀王和黄雪的联合部队到了 只不过为了赶路 来的人似乎并不全 只是几个顶尖高手而已 齐飞都不知道 被扔到什么地方了 终于赶上了 差点被那小子摆一道 狂杀王赶到 看到神明之果还在 顿时松了口气 虽然他也清楚 神明之果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抢走的 可是灵霄这丝 已经表现出了 他那非比寻常的能力 不小心一点不行啊 灵霄 别以为你得到了法则之花 就可以得意洋洋了 告诉你 这神明之果是我的 狂杀王想要神明之果 因为他想将自己的武魂 提升为神武魂 别看他如此强大 但实际上 武魂却只是普通武魂而已 只不过是普通武魂里面 比较强悍的 自然系武魂狂杀 如果能够将狂杀武魂 晋升为神武魂 那狂杀王的实力 必然还会提升 到了那个时候 他也不用听命于犬王了 这黄金五国是时候换得当家的了 那得你有本事得到才行 灵霄讽刺道 我既然能得到法则之花 就有能力得到神明之果 这种地方实力并不是绝对的 你以为我们还会犯刚才那个错误吗 黄雪 你来想办法夺取神明之果 我拖住叶末 虽然咱们的人没有全部过来 但是仍然与他们势均力敌 盯住灵霄 这小子本是不小 神明之果搞不好 又会落到他的手里 狂杀王已经不打算慢吞吞等待时机了 他决定先把叶末拖住 没了叶末 灵霄连那守护神明之果的强大武魂战士 都敌不过 就算懂得阵法 圣文又如何 说完话 他已经破空而去 虚空之中 卷起了一片狂杀 直接往灵霄这边笼罩了过去 他这不仅仅是攻击叶末 干脆是想要将灵霄一并干掉 这狂杀可不是普通的狂杀 内中蕴含恐怖的咒毒 只要被碰到 或者吸入 便会立食中毒 中毒轻点 那还可以仗着神员 将毒素逼出体外 可是中毒太重的话 那恐怕当场就得死亡 叶秋 照顾好灵公子 记住了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哪怕宝物不要 也要保住灵公子的安全 叶末叮嘱了叶秋一番 手中长剑一抖 剑一冲销 竟然将那狂杀给轰开了 双方最顶尖的高手出手 场面颇为震撼 仅仅是恐怖的气息 就让人非常难受 叶末 虽然我真的不想跟你交手 毕竟即便赢了你 我也会损耗不小 很容易被别人渔翁得利 然而今日 却是不得不出手了 既然已经得到了法则之花 何必那么贪婪呢 神明之果 就让给我吧 狂杀王冷笑道 叶末眼中浮现凶悍的杀意 冷冷道 狂杀王 你可知道 等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十年 你让我的儿子叶秋 被痛苦折磨了十年 这个仇 只有用你的命来偿还 才能宣泄我的心头之恨 哼 想要报仇 也得有那个能耐才行 狂杀王不懈道 你恐怕不知道吧 剑王称此时 被流放之地的强者围攻 估计已经危在旦夕 你的女儿 你的妻子 都会死在这场暴乱之中 狂杀王身后的狂杀 凝聚成了一条巨大的沙舌 吐着杏子 死死盯住夜末 杀鸡平线 叶末想要杀死狂杀王 狂杀王何尝不想杀死叶末 这两人早就十年前便已经视如水火 而今不过是解决十年前的事情罢了 本以为叶末听到自己的话会大惊之色 然而狂杀王失望了 叶末的表情没有丝毫的波动 狂杀王 咱们都老了 这个时代 注定是年轻人的 你恐怕也没想到吧 剑王称已经在林公子的操持之下 布置了一个恐怖的阵法 那些人 去了也只是送死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五千一百七十九章 开战 争夺神物 作者 千里牧尘 什么 狂杀王脸色猛然一变 别的舞者他不在乎 可是他那一子叶寒 却是他的希望 万一也折损在这场战争之中 那就太不划算了 你撒谎 三天时间 怎么可能布置出什么像样的阵法 他根本不信叶末的话 信不信有你 或许别人做不到 但林公子却可以 公子 我来斩杀狂杀王这老匹夫 剩下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叶末不再废话 手中长剑猛然刺出 身后剑神武魂绽放 恐怖的剑气 与那杀蛇在虚空之中开始缠斗 哄 某一刻 两人强硬地撞击在了一起 而后同时倒飞出去 等稳住身形之后 狂杀王的脸色 却变得异常难看 怎么可能 你明明不如我的 怎么感觉实力陡然变得如此之强了 竟然可以与我打成平手 狂杀王 我说过 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公子得圣文术 完全可以弥补我 与你之间的差距 甚至可以让我比你更强 之前叶末其实心里也是没底的 毕竟没有实战过 他很难确认 灵霄的圣文术有用 不过这一次的碰撞 明显令他信心十足了 这一次 那狂杀王吃了个暗亏 他的剑气明显更加锋 伤到了对方 剑王前辈那里无需担心了 接下来 还是抓紧时间把神明之果弄到手吧 灵霄其实也松了口气 叶末说 自己不如狂杀王 但究竟差距多少 却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可以参考 灵霄只能自己去分析推测 很难保证 一品圣文就能弥补这些差距 不过现在看来 似乎还不错 仅仅启用了蛮牛圣文 剑王叶末就已经能够与对方旗鼓相当了 说明两人之间的差距本来就不大 而他绘制在叶末身上的圣文 可不只是蛮牛圣文 除此之外 还有青身圣文 金光圣文 甚至是狂热圣文 这些都是一品圣文 但却可以互相配合 让无者取得全方位的提升 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狂杀王与叶末战在一起的时候 狂杀王率领的那些神魂镜高手 也与剑王城的神魂镜高手 杀在了一起 由于那边人数没到齐 所以现在双方的实力 还算是势均力敌的 我去守株路口 叶秋突然道 只要对方援兵无法到达 公子就有机会得到神明之果 那道路很窄 所以 只要有一个强者守株的话 那基本就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了 灵霄点了点头 同时扔出了两块炼阵石 一块开启了小万雷诸仙镇 一块开启了温义化古镇 可以协助叶秋战斗 此时对面还剩下的战力 就只有黄雪一人 其余全都投入到了战斗之中 反观灵霄这边 还有灵霄 月芳华和冷眉 没有加入战斗 当然了 虽然他们这边人数多 可是战斗力却相差较远 黄雪可是半部神魂镜的强者 也就是神体静实重修为 灵霄这边 冷眉和月芳华 都只是神体静九重前期修为 纵然比一般人要强 可顶多也就能对战神体静九重巅峰的普通舞者而已 面对黄雪 完全没有胜算 连手也不行 灵霄跟他们两个 现如今是半斤八两 不过他们却有三样大杀气 其一便是刚刚得到的铜镜 连狂杀王那样的强者 都有可能一击干掉 更何况黄雪了 其二则是小黑 小黑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 实力已经达到了神体静一重中期 不过还是那句话 小黑正处在幼年期 还太小 真正的战斗时间很短 必须得用在恰当之处 其三就是小金了 若小金能够及时出关 那么黄雪交给他 就没有问题了 但小金是否能够及时出关 却是个问题 这一点灵霄也不知道 三个大杀气 其实都有点问题 所以灵霄暂时不想动用 霄 我和冷眉拦住那个女人 你去取神明之国 虽然我们不是她的对手 但拦住总是没有问题的 岳芳华提议道 小心一些 灵霄给岳芳华和冷眉 都绘制了金光圣文 因此黄雪就算比他们更强 想要伤到他们 却并不容易 所以 她完全可以放心地 去取神明之国 这一次的神明之国 与之前的法则之花不同 法则之花 有特殊的阵法 和圣文庇护 神明之国却好像是野生的 魂甲宗并未对其进行任何保护 然而麻烦的是 有一头巨大的火焰雄狮 趴在神明之国的下面 按道理 神明之国对妖兽 其实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恐怕引得火焰雄狮 待在那里的唯一原因 就是 神明之术释放出来的 那股神圣气息吧 这让火焰雄狮 似乎更方便修炼 这头火焰雄狮的实力极强 已经达到了 令狂沙王都色变的程度 所以 无论是狂沙王还是剑王 都无法单独得到神明之国 即使他们戴上手下 估计这是难逃一死 哈哈 灵笑 你倒是过去 取神明之国呀 没那个胆量了吧 本来挺着急的黄雪 看到了火焰雄狮 不由大笑了起来 他的实力极强 在同时面对冷媒 和月芳华的时候 还能轻易分出心思 来说话 也的确是强悍 黄雪 把我交给你的东西 打在灵霄身上 狂沙王突然吼道 黄雪听到这话 才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来之前 黄沙王就说过 他有办法让剑王城的人 全部都死在这里 至于方法是什么 狂沙王没说 却塞给他了一瓶红色的液体 黄雪没有多想 身形一窜 避开了冷媒和月芳华 瓶中液体 洒在了灵霄的身上 是血 当液体散开的那一瞬 附近的几个人 都嗅到了气味 哈哈 那可是火焰雄狮 幼崽的血液 之前我们来到这里 虽说没有得到神明之果 但却将火焰雄狮的幼崽杀了 那火焰雄狮 曾疯狂追杀我们 让我黑沙暴组织 损失惨重 灵霄 你就等着被那狂怒的野兽 撕成碎片吧 狂杀王大笑了起来 虽然他脱不开身 也不得已之下 动用了最后的手段 但他还是很高兴 正如黄雪所言 这个灵霄不死 他恐怕就无法安静 所以 他也要不惜一切手段 弄死灵霄 这样才能让他安心啊 好 低沉的嘶吼声传了出来 那火焰雄狮猛然睁开了眼睛 果然是鲜血的气味影响到了他 本章完 霸天武魂 第5180章 智斗火焰雄狮 作者 千里牧尘 那趴伏在神明果树之下的巨大火焰雄狮 睁开了那愤怒的双眼 眼中透出强烈的愤恨与暴怒 而他的目光 就对准了灵霄 这狂杀王的计策 可真是足够歹毒啊 竟然在灵霄的身上 洒了火焰雄狮又宰的鲜血 这种事 就算是灵霄 也没能防备到 好 不等灵霄有任何思考 那恐怖的火焰雄狮 化作了一道火光 宛若火红色的闪电一般 扑向了灵霄 狂暴的气息 连狂杀王和剑王叶末 都有些站立 嘿嘿 看你这次还不死 狂杀王露出了猙獰的冷笑 黄雪也是笑出声来 终于 终于把灵霄这个家伙 逼上绝路了 剑王叶末 看到这种情况 企图去援救灵霄 不过 却被狂杀王给拦住了 嘿嘿 叶末 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插手 你不是觉得 那小子本事很大吗 那么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吧 狂杀王一边狂笑着 一边发动狂攻 不给叶末救援灵霄的机会 此时事态极为严重 稍微的耽搁 已经浪费了救援灵霄的最佳时机 叶末愤怒道 狂杀王 你可真是要脸啊 对付一个神体禁六重巅峰修为的小鬼 居然要动用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 可笑 笑 月芳华惊叫一声 朝着灵霄那边冲去 虽然他不是那火焰熊师的对手 但是小黑 还是能够阻挡一下的 你往哪去啊 黄雪冰冷的声音响起 从身后直逼月芳华 月芳华眼中闪过一抹冷意 一道黑光从他身体之中射出 化作恐怖的黑风魔龙 虽说是幼崽 但却拥有着神魂镜的实力 黄雪根本来不及防御 被那黑风幼龙椅爪子拍飞了出去 生死不明 要不是着急去救灵霄 月芳华一定会杀了黄雪的 而此时 冷眉已经在灵霄身前 布置出了大量的障碍物 无数的植物 形成了密集的屏障 就算那火焰熊师再强大 第一次攻击 还是被顽强地挡了下来 给了小黑过来战斗的机会 小黑现在的战斗时间 已经可以延长到五分钟左右 不过 小黑跟那火焰熊师实力差距太大 估计也撑不了多久的 好 被无数条藤腕 与根须缠绕住的火焰熊师 全身烈焰翻滚 大火燃烧起来 冷眉突然脸色一变 挡不住了 冷眉 挟住小黑 萧 你去取神明之果 此时火焰熊师被吸引了出来 正是取那神明之果的时候 不行 我身上有幼崽的血液 对那家伙来说 才是第一目标 冷眉 你去取东西 我来拦住这大家伙 灵霄虽然不是火焰熊师的对手 但却有着神鬼莫测的能力 周旋一下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更何况 还有月方华和小黑相助了 冷眉愣了一下 旋即咬了咬牙 朝神明之果而去 天空中 黄沙王此时有些瞠目结舌 这突然的变化 让他有些发猛 那黄雪 好歹也是半步神魂境的强者 竟然被那小黑东西 以爪子就给拍飞了 这什么情况啊 真是废物 不过眼下的情况依旧 打不过火焰熊师 那灵霄必死无疑 狂沙王最终 只能归结于 黄雪太废物了 哄 再一次 火焰熊师扑向了灵霄 速度快得惊人 龙神寒冰阵图 紫神血煞阵图 逐渐适应了 永恒神域的环境之后 灵霄现在一次 已经可以释放两种阵图了 纵然是一点点 但龙神寒冰阵图 还是可以减弱火焰熊师的速度 紫神血煞阵图 也可以增加灵霄必闪的机会 同时削弱火焰熊师 还能提升灵霄的战斗力 不过 这一切自然挡不住那恐怖的家伙 看起来好像都是徒劳 嗜血之盾 龙神冰盾 瞬息间 一面血红色的巨盾 浮现在了灵霄的身前 这完全是由嗜血鼠疫 凝聚而成的防御 只要掌握了嗜血鼠疫的能力 无论是操控让它防御 还是让它攻击 都是可以的 血红色的巨盾之后 是一条神龙凝聚的寒冰巨盾 厚实无比 可即便如此 灵霄也并没有多大信心可以挡住 于是 它启动了金光圣文 这一品圣文 可以抵挡神魂进一重前期修为的强者攻击多次 但是火焰雄狮太强了 能不能阻挡 还是两说 因此 它才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月神的庇佑 此时 月芳华也没有闲着 火焰雄狮没有攻击它的意思 所以 它将自己的神源 用在了保护灵霄上面 在金光护壁的外面 又包裹了一层月光 小黑则躲在那里 准备对火焰雄狮 发动致命一击 哄 只是一瞬间 第一层防御 就被毁掉了 嗜血鼠疫组成的嗜血之盾 硬生碎裂 不过也有 大量的嗜血鼠疫 顺势贴在了那火焰雄狮身上 火焰雄狮的火焰虽然可怕 但也不过是一火而已 这些嗜血鼠疫 可是经受过灵霄的鲜火淬炼的 当然不怕 咔嚓 嗜血之盾被轰破之后 龙之冰盾也被击碎了 不过强烈的寒气 让火焰雄狮的速度和力量 都减弱了一些 哄 接下来是月神的庇佑被击破 月方华嘴角溢出了一道血丝 这显然 是被力量反震了 此时 灵霄的防御 只剩下金光圣文 不过也是最强大的一重防御 好 火焰雄狮嘶吼一声 撞在了金光护壁之上 第一次 竟然没有瞬间击破 看起来 金光护壁的防御力很强 而且之前火焰雄狮 也被削弱了很多 才有了这么一幕 不过这一撞 就消耗了灵霄全部的神员 不得不调用潜能进行补充 也是这一撞 灵霄停滞许久的修为突破了 神体进七重 就那么顺势突破了 这一点 连灵霄都没有想到 不过虽然突破 可是在这恐怖的对手面前 还是显得有些无力 咔嚓 金光护壁出现了裂痕 灵霄的脸色骤然变化 黑死蛇咒毒 灵霄其实可以用那铜镜 不过它没有用 那东西 它打算到必须用的时候 才用 而现在 显然还没有到山穷水晶的地步 之前 它的九头魔王蛇五魂 吸收了夜秋身上的黑死蛇咒毒 如今 灵霄将其释放了出来 一条黑色的毒蛇 狠狠咬住了火焰雄狮 本章完